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这里是湖南卫视湖南京市正在为您同步现场直播的阿迪利矮寨高空走钢丝 我是王欢混合大家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呢是阿迪利重大挑战的现场御用主持人阿布利克木米吉提 欢迎你阿布 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进行今天的解说 是的应该说今天我们情绪都非常的激动啊 因为稍后又可以见证这个阿迪利给我们带来的奇迹了 那么在稍后的10点30分呢 新疆达瓦兹第六代船人阿迪利呢 将会在湖南湘西棘手的矮寨峡谷上空 再创造了四个世界第一的世界桥梁奇迹矮寨大桥的南侧 携他两大徒弟沙特尔和这个阿依夏木鼓利呢 展开一根钢丝三人对走的精试挑战啊 那值得一提的是啊 这个女徒弟呢还是他的亲侄女 那么根据这个GPS最新的测算呢 这根钢丝全长是1432米 就架设在矮寨峡谷350米的高空 和矮寨大桥呢大致是平行的 钢丝的一头呢是架设在矮寨大桥的南侧棘手岸 另外一头呢架设在矮寨盘山公路 开路先锋的雕像附近 那阿迪利呢届时将会在起点棘手岸出发 而他的徒弟沙特尔和阿依夏木鼓利呢 将会先后从这个终点处呢 向这个阿迪利这边走来 可以说这三个人啊 届时在钢丝上是必须啊 会有一次相遇的 那么这个相遇之后 三个人如何互换身份 他们能否成功的互换呢 这也将会决定阿迪利本次挑战 能否取得成功 阿布说到这儿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这是不是以前达瓦兹 这个艺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挑战 可以这么说 不过呢上次是两个人 在同一根钢丝上对走 这次是三个人 还增加了一位女性的达瓦兹 难度系数比较高 得说上次阿迪利尝试过 是两人对走了 那可能阿迪利觉得 这个难度系数可以再提高一步 对对 那而且这次这个女性 这样参与到这个多人的对走 也是第一次吧 也是第一次 所以说今天的挑战 可以说开创了 这个世界上这个达瓦兹 艺术的一个先河 所以说呢 应该说是非常的具有挑战性 那么届时阿迪利 究竟如何和两位徒弟 来互换身份 这个互换身份 又能否取得成功呢 应该说也是今天 我们挑战要看了 一个很大的悬念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终极悬念的揭晓 那么首先呢 现在我们的前方呢 已经准备就去了 来连线的是 正在矮寨大桥 南侧棘手案 钢丝起点处的记者 李锐和终点矮寨 盘山公路 开入先锋雕像附近的记者 袁文希 请他们来介绍一下 活动的这个准备情况啊 李锐你好 欢欢你好 欢欢你好 我是李锐 怎么样啊 前方准备情况如何 我看到阿迪利了 是的 我们今天啊 真可以说是风和日丽 天气非常好 刚刚在峡谷当中呢 还飘着几朵白云 美得像仙境一样 然后阿迪利 今天的状态呢 也是非常的好 脸上始终保持着 他最标志性的微笑 今天有很多的全国的观众朋友 都非常非常的关心你 阿迪利先生 跟大家打个招呼 那么好 那各位亲爱的朋友 那我想大家呢 一定都会非常的关心 阿迪利先生了 但是我们昨天了解到的情况 您在试走的时候 腰受了一点点的伤 有没有问题 有 一晚上都没有好好的睡 因为是我刚才过来 那边这个 又是我拿了这个云南白云 在旁边一点 现在 它走一好一点 还中间有我们三个人 这个叫啥的地方 我现在 涂有一点疼 是 怎么过 现在 这是 那个钢上面 现在坐起来 沾起来很难 现在疼得很厉害 是 希望你能够保持最好的状态 大家也都会给你起伏 有好运气 阿先生 我十年前就看过您走钢丝了 但是您现在不一样了 您现在呢 公司已经市值达到几个亿 而且是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 听很多人都喊您叫阿总 您今天为什么还要冒着这么大的危险 生命危险 去亲自去挑战这个钢丝呢 因为是我 现在当一个企业家也好 当一个艺术家也好 我就为了我自己的艺术 长期的发展 因为是我们这个 打包子艺术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两千多年历史呢 就是已经这是我们的家族 有四百五十年的历史了 已经把这个打包子艺术呢 能全称到全国全世界 这是我的责任 应该是我们呀 就是为我一个中国人 这是这个中华民族的两千多年的历史 能我一直到待到现在 我要很只好 尤其是我们今天挑战这个地点特别不一样 因为呢 在我们的这个山脚下 大家看到那条公路 就是在抗日战争当中的生命补给线 叫做矮寨公路 而在我的右边呢 是刚刚落成的创造了四项世界纪录的矮寨大桥 我想任何一个中国人在这挑战 都会有非常强烈的自豪感 是不是 对 应该是每个中国人来就是看下这个矮寨大桥 应该是我们中国不停的要挑战 进步 对 进步 因为是我们现在就是能够 我们要一定要中国往哪都可以走 是 对 中国人是我们就是很勇敢的人 就是往哪都可以走 最说的说是 掉一道是我们中国的 一定要我们组过去 是的 掉一道是中国的 我相信只有我们全体的中国人团结在一起 就没有什么完不成的 对不对 对 谢谢你阿地利先生 我相信这个时候全球的华人也都在支持你 关心你 替你祈愿 希望你今天好运气 亚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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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现在呢 来看看在我们的终点处 我们的记者袁文西 看看他那边情况怎么样 我们把画面交给他们 好的好的 谢谢瑞哥 现在呢 我就是在终点的位置 其实说实话 从我这个点望过去 感觉心里有点悬 因为我这个位置呢 比你的起点位置海拔要低 整个钢绳呢 在我面前一览无余 我发现 它几乎呈现出视觉上的一个 大于45度的一个坡度 而且说实话 现在终点位置的风力还蛮大的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整个牵引绳 晃动这个钢丝的这个摆动的幅度 这也让这个难度陡然上升啊 而且就在这个一分钟之前呢 这个鼓励和这个沙特尔才赶到了终点 而且他们也是在昨天傍晚的时候 才进行过一次短距离的试走 所以对这次挑战呢 我特别想问一下我身边的鼓励 你看现在风确实蛮大的啊 对对 这种峡谷地带你们也没有走过 那么你对接下来的挑战 你觉得难度会在哪里 你有不有一些担心的地方 我的担心的地方 这是风有一点大 有点大 对 昨天试走之后 到目前为止身体的状态 调整得怎么样 还可以很好 还不错啊 对 鼓励呢是个腼腆的漂亮的姑娘 而且呢 她真的是勇敢地拿起了这个平衡感 挑战了男人的项目 挑战了勇士的征途 刚刚鼓励 跟我有个小小的沟通 她告诉我 其实她这趟征途有个小小的愿望 这个愿望是什么 鼓励也先告诉我们一下 这个愿望是我成功力 和这个礼物送给我女儿 我希望她长大以后 跟我一样走刚才挑战 谢谢 希望你们成功 其实听了之后有点感动 因为达瓦兹艺术呢 就是通过这样的代代传承 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一代一代的在践行着 永不言败的精神 我们期待 鼓励和沙特尔 待会会有好成绩 期待三人挑战成功 好的主持人 好谢谢啊 谢谢前方两位记者 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生动的报道 那通过这个画面能感受到 今天真的是啊 万事俱备 就等待挑战开始了 但刚才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 刚才我跟这个阿布也在聊天 看上去风和日历 但是这个风真的不小啊 对 所以说这个应该也会有不少的难度吧 对 尤其在中间风可能会更大 对 会摆动的幅度更大啊 对对对 所以说你想想 倒是三个人同时在钢丝上行走 还要交换这个位置 天哪 这个难度 我光这么说 我都觉得有点冒冷汗啊 对 但是呢 来挑战的这三个人都是来头不小的 颇具传奇色彩 下面通过短片来好好了解一下挑战的三位勇士 这是新疆达瓦兹第六代船人 中国高空王子阿地利的豪迈告白 今年41岁的阿地利 出生在新疆踏实英吉沙县 阿地利八岁开始学艺 屡创高通迁径 首次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三十周年大庆登台演出时年十四岁 2000年10月6日 阿地利在复杂多边的雨雾天之下 成功跨越 架设在湖南南越恒山 胡荣峰和祝荣峰之间 长达1399.6米的钢丝 创造了无保险高空走钢丝 世界最长接连机析 2002年4月 阿地利在北京平子县金海湖上 创下了高空生存25天的机会 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被誉为中国的高空 在打破并创造多项走钢车吉尼斯境 后 阿地利将他的主要经历 放在经营达瓦兹事业 和培养新一代达瓦兹船人上 今年23岁的沙特尔 在1999年被阿地利收为第一个头领 2004年5月 年仅15岁的沙特尔 初出茅庐便一名惊人 在广东攀移湘江野生动物事件 虎山河鳄鱼潭的上空 上演了精心动作的200小时高空生存挑战 成为世界上最小的高空生存挑战 2009年7月5月 沙特尔和师傅阿地利 在新疆卡纳斯沃隆湾双人对走钢丝 同时创造了两个精神机 一是海拔最高 二是两人从两栓开始行走 并在中间交叉换备 今年31岁的阿依夏木鼓利 则是阿地利唯一的领土名 被公认为世界上女子走钢丝的最强者 2007、2008、2009年 在韩国首尔世界走钢丝大赛中 成功挑战位于首尔汉江上空的 1000米高钢丝 年夺三届女子组冠军震惊世界 三位挑战者真的可以说是一高人胆大 那特别是其中这个阿地利呢 他已经是创下了五项走钢丝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当然了在这个荣耀的背后呢 他也付出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据我了解好像阿地利 他的这个走钢丝生涯当中 有过两次比较大的重创 有一次就是在我们湖南 2001年的10月25号 第二次来到这个湖南恒山 挑战高空走钢丝 当时呢 在距离重点只有三四米的地方 由于手中的这个平衡杆呢 碰到了山间的这个松树 结果呢 他意外的从钢丝上摔了下来 索性当时没有受很重的伤啊 但是好像还有一次 就更加的严重了 那是在90年 90年 对上海首届 少数民族风情 那个艺术节上 它怎么了 它是从15米的高空上掉下来 15米的高空掉下来 对 因为当时上海 我也在场 上海的天气是 几乎每天都在下雨 那个绳索已经没烂了 哦 主绳没烂了 对 主绳没烂 然后呢 它掉下来以后 身体内部有17处骨折 天哪 当时应该说是非常危险了 对 它掉下来那个场景 就像慢动作 它掉下来以后 我们有 几乎有两三秒吧 都是静止的状态 傻在那了 不敢相信 对 不敢相信 然后就是有些人还在愣在那 有些人就冲了过去 哦 所以说当时是因为这个主绳没烂 不然我觉得阿迪丽一般也不会掉下来 对 他一般会自己保护 哦 是的是 所以还是说 这个达瓦兹 这艺术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敬佩啊 意味着就把生命赌给了苍天啊 但是我们真的还是要为这些这个勇士们 高空英雄们叫好啊 那么我们说到这次挑战的是由于三个人 同时走在同一个钢丝上属于世界首创 所以呢 这次挑战的规则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挑战地点位于湖南湘西棘手矮寨大桥南侧 钢丝与矮寨大桥平行架设高350米 全长1400米 阿迪丽将率先开始挑战 他从矮寨大桥棘手岸山头钢丝点出发 向矮寨盘山公路终点走去 15分钟后 阿迪丽的徒弟沙特尔登场开始挑战 他从矮寨盘山公路钢丝点出发 向矮寨大桥棘手岸山头钢丝点走去 与阿迪丽形成对手之势 随后 阿迪丽的另外一位女徒弟阿依夏穆古利压轴出场 他与沙特尔挑战的方式一样 他将从矮寨盘山公路钢丝点出发 紧跟在沙特尔的身后 向矮寨大桥棘手岸山头钢丝点走去 这样最终形成一根钢丝三人对走的壮观场面 当三人在钢丝上相遇 面对面的三个人将进行身位互换 预计互换身位的方案应该是 沙特尔与阿依夏穆古利仰卧在钢丝上 阿迪丽则踩在两位徒弟的身上 跨过两人 完成三人互换身位的大挑战 刚才我们看到动画演绎的三人互换身位的方式 应该说只是我们那种猜测 现在没有办法得到证实 只有当真正挑战开始之后 我们才能知道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方式 除此之外 今天挑战还有哪些看点和悬念呢 悬念一 高龄复出 尚能占 今年41岁的阿迪丽 是众多走钢丝挑战者中实力最强的 但也是年龄最大的 近年来 集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公司老总 第六代打瓦子传人等多重身份 于一身的阿迪丽 日常是十分烦恼 只是见或进行一些走钢丝的表演 岁月是否消磨掉了阿迪丽的超强心理素质和充沛的体能 重出江湖的阿迪丽是否还如从前一样 随后他的徒弟沙特尔和阿依夏木鼓利 与阿迪丽形成对组 最终形成一根钢丝 三人对组的状况成 当三人在钢丝上相遇 面对面的三个人独折互换身位 三人互换身位能否起的成功 将决定挑战成败 悬念三 女达瓦兹能否完成挑战 阿迪丽的女徒弟阿依夏木鼓利 相比另一个徒弟沙特尔 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 从阿迪丽沙特尔到塞买提 再到埃斯泰尔 走钢丝挑战 似乎都是男人们的游戏 阿依夏木鼓利这位达瓦兹美女 第一次经验亮相 就是进行三人对走钢丝的高难度挑战 看能否完成挑战 必将成为当天挑战的一大焦点 悬念四 气候是否影响发挥 此次阿迪丽挑战的湖南矮寨大甲谷山东 属于古临山区 出修时容易形成狂风暴雨 浓雾等多种恶劣气象 对于挑战者来说 钢丝一旦因为大风晃动 大雨造成湿滑 浓雾影响视线 挑战都将变得十分危险 阿迪丽协两位高徒 三人对走钢丝大鼓战 会不会遇上恶劣天气 一切都很难预料 我们说的一个挑战能否成功 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 那么说到地利呢 这次阿迪丽之所以选择在矮寨走钢丝 也是有特别用意的 那就是因为这里的地利环境 非常的特殊 湖南湘西矮寨堪称鬼斧神宫之地 百年鹿桥奇观 千年苗寨风情 万年峡谷风光 云集于四 矮寨的德行大峡谷 在苗宇龙的意思为 美帝的峡谷 是云贵高原与武林山脉相交所形成的 武林大峡谷中段 大峡谷宽约1.5公里至3.5公里 峡谷垂直高度在400米到600米之间 峡谷内绝壁高索 风林重叠 西河交错 互互成全 一百年来 这里先后创造了两个路桥史上的工程奇迹 矮寨公路奇观 和世界第一悬索桥矮寨大桥 1936年竣工的矮寨潭山公路 全长六公里 修筑在水平距离不足一百米 垂直高度四百四十米 坡度为七十至九十度的大小斜面上 特定的空间形成了峡谷中特有的公路奇观 两百多名开路先锋 为凿通这条天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作为抗战期间 重庆与外界联系的生命线 矮寨盘山公路在血与火中 延续了民族的血液 76年后 矮寨盘山公路上空 载天桥梁奇迹 2012年3月31日通车的矮寨大桥 是世界上最长的跨峡谷高速大桥 全长1176米 作为南北大动脉包茂高速的重要控制性工程 它创造了四个世界第一 代表了当代中国桥梁建设技术的解脱成绩 是人类利用科技挑战恶劣自然环境的典范之一 在这鬼斧神功之地 我们也相信 必将会上演英雄的新传奇 那么作为世界上最经典的危险项目之一呢 走钢丝可以说历来都是冒险家们的最爱 他们在人类活动的几乎每个角落都在进行挑战 享受着走钢丝带来的宁悬一线的惊险刺激 和独一无二的成就感 最陡的走钢丝 2009年4月25日 湖南张家界天文山 新疆达瓦斯第七代船人赛买迪 第二次挑战过度39度的世界最终的钢丝 总长度超过700米 经过一小时06分的艰难行走 塞迈迪成功问鼎变峰 恭喜塞迈迪 因为坡度太多 一年前的挑战 他差点滑下深渊 保护人员下去 塞迈迪 最广的走钢丝 2012年6月15日 美国人尼克瓦伦达成功跨越尼亚加拉破坡上的钢丝 这根钢丝虽然长度只有550米 却跨越了美国和加拿大 也更加 一根钢丝很快的 我相信再也没有比瓦伦达跨度更快的走钢丝 最高的走钢丝 2004年8月14日 英国飞行员霍华德 用眼张黄众远 在两个升到1219米高空的热气球间 进行了惊险的空中热气球走钢丝挑战 霍华德用时三分钟 成功走过了约6米的长杆 完成了世界上高度最高的走钢丝挑战 最快的走钢丝 2009年11月23日 福建太老山 新疆达马兹第六代船人埃兹开尔 在高约100米的钢丝上 无保护百米速跑 以44秒63的场景 刷新了他自己创造的高空百米速跑之间 不过2012年7月8日 他在湖南平江挑战猛眼盗走钢丝时 在距离中点处40米左右的位置跌落 未能团队 最显得走钢丝 2012年8月31日 特罗地亚 两辆卡车在一段尚未开放的高速公路上急速行驶 23岁的美国女子凯蒂 在两辆行驶的卡车中间走钢丝 两辆车在相反的车道上向了山洞 凯蒂要是不能在两车进入山洞前走钢丝 他就会跟着钢丝一起撞上山地 不过最后他成功地完成了挑战 真的要向这些高空英雄致敬 感谢你们挑战了自我挑战了人类的极限 在这我们要祝福阿迪利和他的两位徒弟 今天的能够挑战成功 稍后的挑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但是在这我还是有点紧张 我要问一下阿布 你作为亲眼见证阿迪利这么多场重大挑战场合的见证者 你觉得今天挑战对于阿迪利 还有他两个徒弟来说 南投西数到底有多少 能不能够成功吧 说实话 我觉得在技术问题上 他们是不会有问题 就说在地理环境 风速呀 还有有没有下雨 有没有大雾 这种外在的因素下 他们会受到影响 但是往往这个达瓦兹艺术 他们走钢丝都是在室外 环境非常的优美 但同时这种美丽环境当中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像我们刚刚说的今天算天气好的了 跟恒山那次比起来 没什么雾 晴空万里的 但是风还是很大 风还是很大 这个可能会有点影响 会有点影响 不管支撑点有多少 它的长度比较长 对1400多米 这是不是最长的 最长的 最长的一次 所以而且这次也是人最多的一次 也就是说这个悬念当中 除了阿迪利能够顺利的过关之外 他还有两个徒弟 他们能否成功也是取决于决定的关键 对对对 所以有太多的悬念摆在我们面前 也太值得我们去关注了 好的马上 我们的阿迪利和师徒二人 咱们三个人的挑战 马上就要开始了 观众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我们现在是在湖南湘西的棘手矮寨 通过航拍的画面 我们看到这里群山环抱山巒叠碎 洞水盘绕在山脚和峡谷之中 矮寨大桥闻名于世 今天这里不仅有秀丽 还有惊险 刺激和挑战 达瓦兹再次来到了湖南 观众朋友们 湖南卫视 湖南京市直播大志愿节目 为你正在现场直播 阿迪利率领两个徒弟 阿姆多萨特尔和阿易西孤利 挑战矮寨高空走钢丝的实况 现在我们的挑战活动 马上就开始了 这就是著名的矮寨大桥 我是主持人梅东 今天我们在现场请到的嘉宾主持是 新疆杂技团的团长 安妮瓦尔麦麦提 欢迎您来到湖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的矮寨上空 矮寨东西飞驾 连接湖南到重庆的一根钢丝 那么在矮寨大桥的平行南侧 一条长达1432米 距离矮寨谷底350米高的钢丝 有52根斜拉索 固定在东西两岸 那么阿迪利 萨特尔 阿易西孤利 师徒三个人在这根钢丝上 要实现完美的对走和空中交换的位置 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技巧 对于今年已经有41岁的阿迪利来说 这次挑战是对达瓦斯艺术的再次证明 特别是今天的挑战 对他的两个徒弟 阿姆多·萨特尔和古利来说 是一次相当严峻的考验 在重山峡谷之中命悬一线 而且在走钢丝的构成当中 我们将为全国的观众 来展现达瓦斯艺术 什么样的魅力和创新的技巧呢 在矮寨 我们再次要感受到 挑战极限带来的视觉冲击 也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为他们师徒三人加油 祝福 我们会带着担心 带着祝福 带着我们一往无前的决心和毅力 来克服一切困难 向成功的目标迈进 阿迪利要出场了 苗家姑娘用最甜美的歌声 为她祝福 为她的出征来鼓劲加油 苗鼓已经敲响 阿迪利向她的启发点走来 今天 达瓦斯 第六代船人阿迪利 在湖南棘手矮寨的峡谷上空 携带她的两个爱徒 沙特尔和阿伊萨姆鼓励 展开一根钢丝 三人对手的惊世挑战 钢丝全场根据我们最新的 红外线刺激率来统计 是1432米 架设在矮寨峡谷350米的高峰上 与矮寨大桥大致平行 钢丝的一头架设在矮寨大桥的南 它有几手岸 那马迪利现在的出发点 就是在几手岸 那么另外的一头 是架设在矮寨排斥公路 开路先锋雕像的附近 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平行进气 现在我们看到 阿迪利马上就要出发了 哎好好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阿迪利矮寨高空 走钢丝大型挑战活动 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 他的两个徒弟 萨特尔和古利 在他的对岸 将烧他15分钟 烧持他15分钟以后 向他迎面走来 三个人在钢丝上相遇以后 能不能完美的互换身位成功 这就决定着阿迪利本次挑战 能不能取得真正的完美的成功 这也可以说是达瓦兹艺术 以前没有遇到的高度和长度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他戴上了护目镜 现在阿迪利马上就要出发了 请我拿来解释一下 阿迪利正在为他自己的这个平安走 在祝福着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在矮寨上空 凌空飞驾的冰冷的钢丝上 现在阿迪利已经迈出了挑战的第一步 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可以说是步步惊心 前途被捕 而在他的对岸 两个徒弟 稍后将向他走来 在天空中对接 这天空中命悬一线 相遇交换 碰撞出350米上空上 三个人对走的一个精神挑战的一个状况 好观众朋友们 现在看到的这是我们 请大家听一下 这是设置在阿迪利 脚步的一个摄像头 我们可以看到他出发时 每迈出一步的 小心 像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也能听到他前行的声音 这是他身体的姿态 今年已经41岁的阿迪利 今天的挑战有长达1432米 昨天他做了一次 唯一的一次试走 而在试走的过程当中 他向前行的大概不到200多米的样子 那么在退回来以后 总长度大概有400多米 今天的挑战正式开始了 已经进入到了第一个节点 也就是说他意味着已经走过了20米的长度 好 还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低角度的镜头 我们再来感受一下阿迪利 在钢瓷上走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也听到了他的呼吸声 今年41岁的阿迪利 出生在新疆喀什 英级沙县 他的父亲伍兽尔穆莎 是达瓦兹的第五代传人 阿迪利是从八岁开始学习达瓦兹艺术 屡创高空的奇迹 第一次是在新疆维吾尔斯的区 现在我已经走出去了 可能是50米的距离 这钢瓦兹的长度是1432米 列地面高度是350米 阿迪丽通过他身上的这个 现在我这个 想和观众来进行交流 第二个这个谢拉杆斯 地方快倒了 这个谢拉杆斯还没我们调整好 有点摆动 阿迪丽在边走边进行介绍说 这个钢丝还是稍微有些摆动 因为在48小时内 驾车的这样一个长达 432米的钢丝 钢丝有52个谢拉索进行了固定 这是我们仰拍的一个镜头 在天空当中一线飞驾命轩一线 可能大家有印象 2012年6月15号 尼亚加拉大瀑布上 号称能神之水下面的尼克瓦伦达 他在挑战这个大瀑布的时候呢 高空钢丝上成功跨域的时候 他也用了对讲机和下面的观众进行交流 今天的阿迪丽也采用这种方式 和所有的电视机器的观众来进行交流 告诉大家 他在钢丝上所走的状态 因为待会儿 大概要40分钟左右的时间 他将和两位徒弟要相遇了 到时会发生什么 我们要拭目以待 也可以说1997年的6月22号 达瓦斯挑战历史上出现了一件 让诗人瞩目 更让中国人感到自豪的事情 也就是在那一年 阿迪丽第一次成功的走过了 驾车在长江三峡 回门了长达640米的钢丝 而且没有任何保护 今天同样也没有任何保护 当时他只用了短短13分钟的时间 这个成绩比此前在1995年 加拿大人杰伊克伦克 哥哥伦创造的在同一个地点 现在我们在 埃灾 大翘 方面的这个高空走钢丝 已经开始了 现在我就走了已经100米了 这钢丝越来越 我走到最高的地方 他在介绍他的感受 在长江三峡之上 1995年的时候 加拿大人杰伊克克伦 在同一个地点 同一个钢丝上 用了39分钟才跨过去 而阿迪丽当时只用了13分钟 从此以后 中国的观众就记住了 这个来自新疆的胆子最大 最不怕死的打把子小伙子 阿迪丽 分名叫阿迪丽 而小的是就在那一天 在欢呼欢庆的人情当中 有一位只有14岁的 当时的新疆的小姑娘 眼含热泪 幸福而又崇拜地 分享着阿迪丽的成功喜悦 从此她也立下了志愿 一定要学习打把子 如今呢 这个姑娘已经是一个 一岁半大的小女孩的妈妈了 她就是 待会儿就要登场的 阿迪丽最好的女徒弟之一 阿易西古丽 已经我走到第四个 卸了港四街 已经慢慢的能看到我 这个爱在大桥的 最美的风景 管长意高人胆大 他可以一边看风景 一边在走达瓦子 今天阿迪丽走得比较平稳 可是我感觉到 就是他在 今天的这个走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他的说话和穿气 他现在不是当年的阿迪丽 他是41岁 因此我想他在 心态各个方面肯定是 很有把握 可是对41岁人来说 走这个钢丝 是个大的挑战 而且今天有可能 他在钢丝上 可能要待一个多小时 尤其是对他的压力 我觉得最大的压力 他要带着两个土地 要沙特要出发了 好 就在团长为大家 进行介绍的时候 他的大土地 沙特已经出发了 是从钢丝的对岸 另外一端 正式出发的 沙特和阿易西库里呢 从矮寨盘山公路的 开路先锋 现在我可以看到了 最高的高处了 现在我到第五个 钢丝 那么好 这就是阿迪丽的方式 他在向 哦 金极独立 非常漂亮 走出了150米左右的距离 阿迪丽一方面用他的右手 向岸上的观众 进行招呼示意 同时做了一个 金极独立的动作 就像刚才团长所担心的时候 在100米 50米这个位置上 我们也听到 他这个呼吸的频率加快了 而且昨天在试走以后呢 不止一次 跟他沟通的过程里面 感觉到他今天有心理压力 最大的心理压力 不是来自达瓦兹本身 也不是来自他的这个体能 或者他的技巧方面 而是最重要的 担心的对面的两个徒弟 在这个1432米 尤其是对鼓励来说 这是从来没走过的一个高度 待会鼓励出场的时候 我们来为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么刚才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说 两个徒弟 要从这个棘手按的另外一边 也就是棘手矮寨海山公路 开路先锋雕像出击 来出发 好 这是沙特尔阿迪迪大徒弟 出发时的景象 这个大徒弟沙特尔呢 这两天非常辛苦 现在呢 就是充当了一个干活的角色 因为到达了这个现场以后 沙特尔带领的这个队伍啊 始终就没有停歇 在设置钢丝 架设钢丝的过程当中啊 是费尽了脑汁 而且费尽了体力 毕竟在这样的崇山峡谷之中啊 我们矮寨的峡谷的底部 离我们的矮寨大桥的高度 大概有350到400米 我过了第6 16-4 好观众朋友们 现在通过分割画面 我们看到 他的师傅阿迪迪 正在缓缓地向 中心走去 那么 沙特尔呢 也迎着自己的师傅来走过来了 他们手中都带着一根长长的平衡杆 在阿迪迪手中的将近10米的平衡杆当中呢 还固定了一个移动的摄像头 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平衡杆的重量 24斤 已经我家里的机尾这个上面 已经重量达到26斤了 今天他不光是 他带着摄像机 在让观众为了更好地感受一下 走钢丝的这种感觉 我慢慢地一步一步 我曾经问过他 我说你手中拿着这么重的一根钢丝 如果 沙特尔在那里在慢慢地 荆棘独立的这样一个动作 实际上他们这种打招呼 实际上也是给观众一个 一个信心 可是观众让人知道放心 他们是能走好的 我问过 我问阿迪迪说 这么重的这样一个平衡杆 对你是不是有影响 他说 我说如果要是因为天气冷的话 你手冻僵了 或者你在调整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受到影响 你该怎么办 他说我真的到了钢丝上 一切就忘了 你走到钢丝上肯定感受过 都不知道有什么感觉了 实际上平衡杆在他作为打招呼 土地沙滩要走的呢 感觉到平衡杆就是他的手一样 因为他 可能我们等一会在中间 好 阿迪迪呢 那我们平安地走完 现在根据最新的红外线测距仪 阿迪迪已经走过了将近三十米 二百三十米的样子 二百三十米 对这个一千四百三十二米的这样一个钢词来说 刚刚开始 对 现在沙滩尔在那边走 阿迪迪在这边走 他们我现在我看一下这个最美的风景 在高空当中看风景只有他这样的一个人才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情绪 也是在看风景 实际上也在等着土地再走过来 等下他 因为他是先出来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双方看还需要多趟时间就会实现对接 现在我这个爱在大桥 看到地下的风景非常美 非常漂亮 天 我们站在这个大桥上 那个每一个人都来到这个爱在大桥 你们看一下 这个最美的地方 他在两百三十五米的高空的钢词上坐了下来 能够今天的我们的这个足钢词的活动 真正能成功 我最喜欢这个地方 谢谢达瓦子 阿迪利现在已经是 就是说是走达瓦子 也创了很多经济的记录 他已经现在是在达瓦子上 已经感受着一种享受 能够 他土地也坐下来 两个人都是师徒 两个人坐在了这个钢词上 可能这是一种等待或者是一种调整吧 因为接下来他们要进行一个换位 非常感谢阿迪利 也感谢萨特尔 因为他们是矮寨最好的导游员 当然也是最好的摄影师 他们身兼述职 这个全国观众能够通过这个打瓦子 这几个带着摄像头能看到这些景 等于就是大家也在走的感觉 阿迪利八岁开始学艺 首次演出就在新疆威吾尔自治区的这个三十周年的大庆堂登台 当时呢只有十四岁 学了四年的打瓦子 就获得了成功 萨特尔是他收的第一个大土地 而且他非常的看重萨特尔这个土地 他认为呢 这次挑战实际上呢也是一种预演吧 萨特尔 这么大年纪的这样一个 萨特尔也是看阿迪利在电视上的这种跨越表演 他从小就特别喜欢 因为在阿迪利在哈什的一个打瓦子节的一个表演中 萨特尔的父亲从和田把萨特尔带到阿迪利根圈 待了三天 要让萨特尔就要给他当土地 对 要让阿迪利学习 最后就阿迪利实在是感动了 从和田到哈什 那也要将近500多公里 一个老人就看到萨特尔这个孩子那么可爱 实际上阿迪利这个第一个大土地 从他的走姿态各方面 他是比较很相似阿迪利 好 最新报告 这个阿迪利已经走过了265米 联系前面的观众朋友们你好 我现在走完了150米 萨特尔也走过150米了 刚是晃起来了 试图两个人在钢子上产生了一种共振 走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了一种晃动 对 萨特尔那会年龄非常小 按库德纲这个相声里面讲的话 像收这样的土地应该算是儿徒 对 情同父子 萨特尔也算是阿迪利的儿子一样 阿迪利非常看重这样的一个土地 特别深情的说话 阿迪利的土地也很优秀 现在我们看到直冲飞机在空中盘旋 矮带峡谷上空 绿素葱龙这里景色非常的壮观和美丽 这些声音会不会对阿迪利带的影响 声音我觉得倒无所谓 关键帕它带来的巨大气流 会不会对他们有影响 这个呢 从飞的感觉来看 好像问题一样不大 现在是在对面 这沙塔尔土地这边正往结巴走的呢 现在看到是它要走了一个 五分之一的地方 现在看到是非常准确 这个高度过夜的这个活啊 他们主要是在钢丝 因为它每隔二十米的时候 它有个施拉钢丝 他们根据走的时候 他有很多判断 阿迪丽曾经说 如果沙特走得越来越好的话 因为他已经拿到了世界走钢四的一个冠军 对 阿迪丽作为他的一个事实非常地欣慰 他说如果他能走得越来越好的话 他就可以不走 现在明天在爱在打桥上面 国际挑战活动 他在向大家来推广 我们的走钢四的日子 能够 刚老的朋友能喜欢我们的 今年的挑战 爱在高坑走钢四 逃动 阿迪丽走钢四是没什么问题 就是说他今天的这个 和沙特尔两个人怎么样子兑换 这个是一个大的选拟 对 因为在这个 这么高空 三百波米 这么长的钢丝 这种转换 这是在一般的钢丝上 在世界上是很罕见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的难度 他们两个人呢 接近的距离是越来越短了 那么可能心中现在开始盘算了 我们该怎么进行这么高空上的 三百五十米上空的 站在达瓦斯的换位表演 今天阿迪丽走的 我看就比他往常走的以后 今天特别潇洒 实际上他是今天的这种表情和他的感觉 今天他在走的时候也在鼓励着他 哎呀 等着这个沙滩要走过来 现在他 沙滩要去跟着打招呼 哎 我不知道 为什么师傅坐下来 而且徒弟也跟着坐下来呢 他们实际上是 也是在走的阶段 在 他的每一段钢丝的这个软度和硬度都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他们 坐下来 我想有也可能是在缓一缓 也许是 看一看这边的钢丝的软度情况 阿迪刚才用右手不断的打这样的一个招呼和手势 这是意味着什么 是告诉对方现在先不要走了 坐下来休息还是进行调整还是怎样 没有 没有 他可能是给观众打招呼 因为下面观众很多今天 好 现在萨塔尔首先站了起来 继续向前 萨塔尔开始走 这个独步高空 现在距离全长是1432米 离地面呢 目前可能是达到了最高点 有350米之上了 现在这个矮寨打桥的这个中间的风力可以达到三级 现在你们看着我的衣服都飘飘的 现在这点的风力可以达到三级 矮寨的天气啊 这两天非常的怪 因为是在峡谷当中 它的风力变化呢 很大 早晨我们来的时候 在现场感觉到的风呢 是嗖嗖的 还有点凉 大概我们估算一下 到10点钟左右 看看这个天气情况 对整个的两个三个挑战来讲 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现在反而它的风力 我们从转步台这位置来看的话 感受到风力倒是不大了 可能对今天的挑战来讲 正是提供了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 今天这个天气是非常好 今天天气也很好 前两天还在下雨 因为是我们走这个埃塞达峭路 拿这个钢丝的时候 每天都下雨 一般这个地方大五在钢丝都看不清楚 今天天气很好 平衡杆也晃了 达巴斯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的传承 而到了阿迪利这个家族呢 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祖辈以前从来没有走过的钢丝 阿迪利呢 他的心愿就是在他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生涯里面 一定要完成更好的挑战 完成更好的创新 他心目当中最大的偶像就是他的父亲 他父亲71岁的时候生下了他 在他两岁的时候 也就是在第二年 他的父亲就头顶着一个小男孩 在3800多米海拔高的一个高原上 成功的走过了80米长的这样一个大绳 还不是钢丝 他的祖辈父辈那个时候走的还是大绳 大绳 可是那个时候的他高度还是有限的 他的高度也就是在18米到20米 实际上阿迪利这个达巴斯 他的父亲是不希望是他搞大 现在我这个走的高处 最高的高处 已经达到了高处最高点 我们看到爱寨大桥的这个桥梁 你地面的人我看着马叶一样很小 在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构图感的画面当中 我们看到阿迪利手持平衡杆 沿着线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向前缓缓地走着 他的步伏呢非常的稳健 大概有两到三秒钟一步 两到三秒钟一步 稳稳地牢牢地通过夯实的这个基本功 已经走过了400米 已经走过了400米 也就将近走过了三分之一多的这样一个距离 那么他们在中央的部分 可能在600到700的中间的这个位置进行交汇 因为他的大徒弟萨特尔目前的最新的距离 我们稍后为大家来做一个报告 沙特尔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2007年是沙特尔走向成功的一个七星飞机 那一年呢在世界走钢丝的速度赛当中 在沙特尔拿下的冠军 在海大桥的天空上 阿迪利的这个平衡 今天有些晃 这家分离有三级分离 这个机身飞机有没有影响给我们带来这个机身飞机的分离 有吗 还没有继续说下去 我问阿迪利你在矮寨这次挑战的目标是什么 他说当然就是两个徒弟 对沙特尔和阿迪夏姆鼓利来说 这次他们两个共同来进行 与自己的挑战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原来阿迪利并不打算来走 只是希望两个徒弟但是他不放心 他觉得这一次三个人来走师傅在上面 两个徒弟的表现怎么样要让他心中有数 而这次活动这样的对阿迪利来说意义就非常重大了 对达瓦斯来说意义就非常重大了 因为架设钢丝的时间也比较短在48小时之内 阿迪利现在 他要和峡谷里面所有的我们的苗族的观众 我们进行打招呼 这高度太高了 似乎我们也听到了下面的特应的声音 为他加油祝福的声音 我太理了我睡一会儿吧 好他开始做动作了 他说睡一会儿吧 这实际上呢是 告诉大家他要开始做了 天空当中像熊鹰一样的直升飞机 在山谷当中盘旋 阿迪利那句名言又让人想起 只要有鹰飞过的地方架一根钢索 我就能走过去 现在这根钢索已经架好 阿迪利在山谷当中350米的上空上 清闲自在的躺在的上面 他是在等吗 他是在做完成对接交换前的这样一个准备吗 实际上这个躺是在民间大娃子里面是专门有表演的动作 可是他在这个300多米上面这样躺着 小天晚上没有你晚上飞好 有点太刺激了 我们要是在这样的高度上站一会儿的话 真的是头晕目眩浑水发软 而且我们的大道控制不好自己放飞 他在欣赏空中盘旋的飞机 他会不会和直升飞机来打招呼呢 这个动作是 也在打招呼 昨天在试走的过程当中 他向前行了大概200多米 然后以倒退的方式走回去 应该是有400多米的这样一个距离 450米的距离 那么他的腰部受了一点点的影响 今天在走开始之前 他也表达出这种意图担忧吧 好现在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起点 也就是开路先锋那个起点 今天挑战的他的女徒弟 夏伊西古利 三个人在一个钢丝上 这个是一个大的挑战 确实是太美了 这个咱们很多的阿滴地挑战没有过的 上次在哈纳斯的时候 他把萨塔尔带出来了 这一次又是女打娃子带出来 这个女打娃子在这么高的表演 这个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我觉得今天阿滴地挑战 主要是带着两个徒弟在挑战 这个从他这个走的技巧到挑战 在这种钢丝上我觉得是很有难度的 我觉得他的压力肯定是很大的 今天阿滴地带着这个女徒弟独立 已经跟他学习了15年的拿娃子艺术了 据说阿滴地一共有两个女徒弟 今年还有一个叫迪利诺尔的女徒弟 是17岁 现在学习了4年 还没有正式的出山吧 对 为什么要收这样的女徒弟呢 他说作为自己姐姐的女儿这个鼓励 他天资非常好 走的过程的感觉特别好 好 直升飞机在进行盘旋 也是用这种方式 对阿滴地和他两个徒弟的一种 一种示意 一种敬意 这个在阿滴地挑战里面 就是走过很多的山 可是现场用直升机这种走 我觉得也是第一次 第一次在挨戴上空 这里面还要有直升飞机的影响 还有挑战 好 旁边的画面 大家看到 这就是矮寨的峡谷 这里生活着 几百户苗家 在矮寨的地方呢 景色非常的漂亮 我们看到 下面还有洞水河 潭环其中 洞水河也是矮寨 也是棘手的母亲河 这里水质非常的清丽 难怪阿滴地在三百五十米的上空 不断的来说 太好了太美了 现在阿滴地的女徒弟 阿滴地 马上要出发了 好像我们听到了出发的战鼓声 现在还是航拍画面 现在我们请导播把画面切到开始 好的 切到那个起点的画面 我们看看 阿滴夏姆鼓励出发的这个情景 阿滴夏姆鼓励 我问过 这是 阿滴地 可能他在招手 倒是招手 他还蛮强 可能可以出发了 他在打招手 这就是阿滴西鼓励 他的真名是阿滴西鼓励 对 他用了他自己的祖母的名字 阿滴夏姆鼓励 阿滴夏姆鼓励 作为女的大娃子来说 是这个挑战人 这是很有难度的 他的第一步 能够走出来 这个我觉得在世界上 今一次记录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 维吾尔人也不是 期望让女同志搞大娃子 对 可能是阿滴地他们的家族 可能还是这种为了 继承和发展 也是阿滴地可能 希望培养一个女同志 打娃子也有 在这一天这个 我觉得 在这次挑战 女同志 打娃子 能够踩到杠上 能走出第一步 我觉得这是个大的发跃 大的发展 也是在打娃子历史上 也算是一个记录 几乎所有的媒体记者 第一个问题就问 你怕不怕 对 勉腆的鼓励呢 总是说不怕 但实际上 350米的高度 除了昨天她是走的 那个将近200米距离以外 今天 应该是真正真正的 开始的第一次挑战 现在呢 鼓励已经有一个 一岁半的小女儿了 名字叫祖海乐 她的丈夫呢 她的丈夫呢 也是我们媒体的同行 好 好 我们看到 阿丁达招呼说可以走 阿姨相鼓励 在师傅的这样的一个示意下 很快就要出发了 她也是培养了15年 实际上她是 在韩国国际走钢丝的时候 这个姑娘也表演过 也走过 也打破过一些记录 可是她的高度和她的长度 和这个难度是没法比的 今天如果 师傅成功的话 阿姨相目鼓励 应该说是目前我们国内 包括全世界走的 达瓦子高度 最高的这样的 唯一的一个女性 女性 实际上她说呢 其他国家的女性呢 也走达瓦子 也走这样的钢丝 但是高度不超过6米 还有我想 全世界也没有说是 有一个师傅自己带着在钢丝上 让她的学生跟着走 这个我觉得 阿丁达41岁 所以就带着谷地创作这种奇迹 我觉得是 她对达瓦子事业是比较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也是作为达瓦子传人 可以说是在 不管是几千年吧 阿丁达这个年代的时候 是达瓦子 从最辉煌的时候 最辉煌的时候 最辉煌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了观众朋友们 阿丁达和她的大土地 沙特尔 我估计可能还是有变化 本来是可能刚才她打招呼 让ICM出来 现在突然ICM又出不来 可能是 先和沙特尔和阿丁达的一个交流 和队友 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子要过 这是个状况吗 阿丁达他现在没有出来 没有按照原计划 原定的时间点走出来 出现了什么状况 已经我到了这个 钢市的快乐中午了 原因就是 要等阿丁达和他的大土地沙特尔 进行了交接兑换以后 然后 鼓励才走过来 他肯定在这个交接的时候 肯定有什么难度大的动作 他就希望在钢市上可能有三个人 他可能是 就是为了稳拖期间吧 沙特尔作为大土地 也应该说是最辛苦的 他担负的责任比较多 因为他来了以后 不仅要驾驶钢丝 亲自要指导所有的团队 驾驶这个钢丝 保证钢丝设置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性 对 因为打娃子演员 他们要求的是 他们每一个钢丝 和对他们心里要有助 好 现在我们看到 他在这个节点上 始终在做着一个倒退和前进 甚至于做一个伸腿这样的动作 是在进行调整 还是在表演 还是在做什么 他这个动作 我感觉到他可能就是在等着萨特尔 他阿德利他也希望比较完美 希望和萨特尔两个人的交流和这个点的时候 可能他希望觉得这个位置可能最好 也许是钢丝可能是也比较稳的位置 今天他们是否两个人要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对接 我们曾经在卡纳斯湖上的那一次挑战 大家可能感受过 当时是阿德利从萨特尔的时间走过去 对 今天不知道是怎么安排的 当然这个动作 当时我也是也参加过这个解说 可是我觉得这个动作在高空钢丝上面 在四枚到八枚表演的时候有过 在这么高度的上面 实际上是不希望表演这些动作 因为它有一定的难度和危险 因为你在拆钢丝之后 你可以一脚可以钢丝有感觉的在哪里 你要拆到人的身上过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身上右边和左边哪边是中心 这个是有一定难度的 实际上这个动作是很危险的 我想不知道今天卡纳卡 不知道是用哪个动作 好 从空中这个画面上看到 师徒两个人已经在越走越近了 阿德利现在心中也在默念 怎么样来调整好自己步伐 特别是师徒两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 首先保证他的稳定性 不能产生一个强烈的护震的这样一个效果 同样在交汇的过程里面 今年看在矮寨上空 阿德利会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 就像刚刚团长所介绍的那样 我们观众朋友们也一起来可以想一想 低流感我们可以来猜一猜究竟该怎么走 是徒弟从师父身上走过去 开始 阿德利采用这种方式 从徒弟的身上走过去呢 还有 在钢丝上我们不可能实现这样的转身吧 对 这个转身可能很难一点 现在那个阿德利在给萨塔尔讲你走 咋了 是不是要不要我过去 再给他打招呼 两个人在进行一个沟通和试探 我现在还没到钢丝的中间 反正不管你信不信 这个事实就发生在眼前 在350米这样的一个高空的位置 而且这两个打挖子的这样一个挑战者 居然可以在上面如履平地一样 当时我们还在想就是说 像走路做下这样的简单的平常人生活当中 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可能在打挖子上面 对于一个挑战者来讲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但是每一次事实告诉我们 仿佛是相反的 他们在钢丝上所做的一切动作 真的是那样的容易 而且每次他们都在创作一些 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些这种奇迹 你现在按道理钢丝这种挑战 一个人走是最合适的 因为你钢丝它在走的时候要晃 平衡感要晃 钢丝才要颤 你每个人踩的脚步和钢丝 不是说是同步的 因此两个人走三个人走 实际上互相都是有影响的 因此我觉得这个不光是他们今天走这个 多长的挑战和高度的挑战 实际上大家是一个配合的一种挑战 他们之间的距离现在正在接近 刚才萨特尔好像也在说 他已经走过来了 那么可能接下来的时间 大概等不了好久 我们就看到他们两个人交换的一个情景了 在这样的一个崇山峻林峭壁之下 阿迪丽在等着萨特尔走过来 可能心里多少有些着急吧 对 可能是对方阿迪丽 萨特尔你可能走慢了 你看他这个阿迪丽在晃 实际上在萨特尔的每个脚步在走的时候 这钢丝在动着 就是动 才是那种共振 那现在他采用的办法是不是也是 干脆我先让你走 我在这里等你算了 不是 我觉得他在这等的角度 实际上是 他是希望 阿迪丽不光是打娃子这种挑战 实际上他也是在推广打娃子的发展 他在为全国观众找一个最好的点来挑战 从画面可能各方面 他希望是更完美 现在我们再猜一猜 急动设想 一个是阿迪丽现在也坐在钢丝上了 那么他刚才也做了一个平躺的动作 会不会让他的土地沙特尔直接从他身上走过去 而且一定要走的好一点 现在不好说 我觉得他们俩现在不知道到底谁才谁 因为这个 阿迪丽老师动我的呢 对下面的对上面的都同样是有难度的 观众朋友们 现在挑战最惊险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 师徒两个人 现在在350米的这样的矮带下骨的上空上面 要进行一个身体的对接交换 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这是我们大家拭目以待的 究竟能不能成功 而且就像刚才团长所介绍那样 当打瓦子的挑战者 双脚踩在钢丝上的时候 有一种踏实感 但是踩在身体上面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了 而且接下来 鼓励怎么样来进行和自己的师父进行一个交换 这也是一个未解之谜 我们都要拭目以待 好 现在沙特尔正在稳健的穿着他红色的战靴 一步一步的向他的师父走来 我不知道现在他心里紧张不紧张 沙特尔可能是 他走这样的内地这么高的 他对他也是第一次 我想他师父在刚上他可能是会好一点 两个人绝对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因为我们相信达瓦子的技术动作 在高空当中完成的会没问题 好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捆绑在阿迪利身上的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 我们的这个活动 希望每一个观众朋友们能不能祝福我们能平安的走完 一千四百三十二米的钢磁三百五十米的高度 我们的挑战成功 好 祝福你阿迪利 祝福你的两个徒弟 祝福三个人在今天的这个阿迪利上空能够完成一个精彩的完美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现在他在等待着自己的大徒弟阿萨特尔越来越近的走过来 阿迪利说是你先别着急 他说在这个希拉圣这个地方 在这个希拉圣这你稍微等一下 那个萨特尔说这个地方我也感觉特别好 我的手快不行 那就好 我萨特尔说手不行了 手不行了 手里拿着银行重的就还没有平衡盖 阿迪利可以出发 现在阿迪利为你加油 阿迪利 阿迪利说现在阿迪利出发了 阿迪利也出发了 这个时候发出了指令 谷利可以出发了 萨特尔打招呼 我真的佩服他们在这样的高空 对这样的位置如履平地一样 你说坐就坐下来 说站就站起来了 这个也不是说是一两天的事 他们也经过这个几十年 像萨特尔也十几年 阿迪利也是几十年 所以从这个简单的动作上来看 这也是两千年打瓦子艺术的一个魅力所在 对对 这些高空达人们能够在天空上做出任何一些 我们平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动作 所以今天最大的挑战的探紧也在这些不经历的变化上 阿迪利一般的组织这些项目里面 它基本上就是能够保证它的平稳和安全 因为对打瓦子的圈子中可以发展 这个从安全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看了一下 看 朋友们 在这同山峻里当中绿色眼影的峡谷上空啊 师徒两个人手持平衡杆 真的就像两只小小的轻瓶一样啊 越来越慢慢的接近 现在呢挑战距离不过四十米了 他们两个人身体的距离不过四十米了 真的是 现在阿迪利就让它慢一点走慢一点走 不知道是不是飞机的原因 不断地告诉大家 从空中俯瞰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从视觉上看 两个人现在已经不到三十米了 他们两个身体的对接交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快就开始了 现在我们也没有听到阿迪利的声音 看看他们之间还会不会进行空中交流呢 现在萨塔尔在往前走 好 已经很接近了 很接近了 接近了 一瞬间 说话一瞬间 对 对 他们俩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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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互相让他们坐下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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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握个手 对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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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 握着手 对 他说 他说 怎么样 走的怎么样 好不好 他说 那个 他说 这个 平衡感特别不提醒 就是我手上不说出汗 现在 他说 现在 他说 现在 希望他们 突然 该走出来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接下来 这个 这场 非常浪漫 而且 从而去盘旋 他们在上空 不断地把全面画面 传递给所有的观众 我们一起来听他们 在聊会一下 他说 我在走的时候 每次都担心着 走到那些拉生呢 因为希拉是那儿,它有一个卡子 现在我们这个做的高度最高的高潜就是350米的平方 现在我们这个沙滩和我们两个这次相量怎么过 现在刚才要有点这次拜读今天 这个现在呢我们可能是走这个条件太大了 那么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能平安的搅拆过去 现在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包括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在一起呢 真的是为他们试图的两个人要祝福 要期待他们能够成功 这两个人在高空的一线钢索上 这样呢非常轻松的切磋和交流 师傅不断的呼唤着鼓励可以出发了 他们两个人离得这么近 我们从下面往上看的话 离得这么近 他们采用的交换的方式 凭您的经验来看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 这个一般的就是这个很难的 因为你要说钢索在有三四米的话 手上没有平衡杆的话 可能有的时候还好交流一点 拿着平衡杆两个人这种交流 是很有难度的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 我倒希望两个人最好是别交流 能够两个人再倒着走也行 实际上交流是很有危险的 现在他们俩也在 我估计也在 在商量 也是在体力上各个方面在做准备 他现在说那个ICM部队好像是已经拿上平衡杆了 看样子要ICM部队要出发了 他们在等 鼓励 我们可能跟观众一样都心里有些比较焦急 他们越慢下来 我们越要期待 这个交换的过程 可能这也恰恰就是这些挑战者说采用的一种策略吧 应该是在600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上 不管我们是怎么来猜是两个人进行计证 他们俩在互相鼓励 我们现在开始做准备吧 阿迪已经起身了 沙特尔没有动 沙特尔没有动的话 他有可能在钢丝上要躺下来吗 不知道 他现在好像是在做准备 也是在找高空 他还是找一个好一点的位置 好一点的感觉 大家不要忘记这是一个350米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上 而且下面呢是两位达瓦子挑战者没有做任何的身体保护的 保护的 怎么样的身体姿态的变化 对 来进行交规 可是他们俩是什么 卖所说的 现在到上面的风力达到四级了已经 风大 你看我的衣服都飘飘的 风力已经达到四到六级的这样一个样子 可能是 如果超过六级的话 我相信这个就很难了 观众朋友们现在 他们俩现在 不就是说是在哪儿 看样子还是就是在找地方 都觉得哪个地方比较合适 还在寻找一个最好的点 他也是希望就是 像刚才是阿迪利退 然后阿迪利又进 沙特尔躺下 沙特尔像看到斯那次一样 他的右腿单在上面 好 用脚尖勾住绳索 沙特尔大徒弟 做了一个躺子 由阿迪利 来 走过去 这不是在走钢索 而且踩住了 这个时候非常危险 不能有半年闪失 风有点大呀 今天 今天风将近四级 而且两个人身体 没有任何保护的 没有任何保护的状态 如果一旦闪失的话 危险就出现在一瞬间 下一秒发生什么 我们真的不知道 现在阿迪利踩了过去 好的呀 过去了 过去了 好好好 一个稳定的pose 牢牢地站在了 萨特尔的身后 阿迪利他讲 你慢慢站 是 毕竟是 好 这是举起平衡上的事 成功了 成功了 祝贺阿迪利 祝贺萨特尔 在这350米的高空上 在这命悬一线的钢索上 两个人完成了成功的一个对接和交换 阿迪利说是你那个两个人同时走有点晃 都是你走的时候稍微慢一点 要控制不服 把钢紫要那个晃劲要压住 非常棒 观众朋友们尽管如此 打瓦兹的挑战真的前一后一秒会发生什么 我们真的还不能够断定 接下来还有鼓励要出场 师傅该和鼓励怎么样进行交换 这目前仍然是一个谜 97年阿迪利历尽了千辛万苦 终于走成了长江三峡 一根640米长的钢索 一战成名 当时看到阿迪利那样的快乐幸福和成功 阿易西古利当时只有14岁 你就萌生了一定要学习打瓦子 艺术的这样一个决心和志愿 我在现在高度等阿迪西古利 在这样一个高度在等待着自己的女徒弟 阿迪西古利出来了 出来了 我们看到了 阿迪西古利最勇敢的一个女孩 阿易西古利最勇敢的女孩 哦 人家的风也大 来自戈壁滩的这位勇敢的女孩 现在也向前一步一步迈进了 但是步步惊心的 前方会发生什么 我们还不知道 他们在问他怎么样刚思 稳不稳 他说挺好 你们放心 第一感觉非常好 现在现场所有山脚里面 包括暗下的所有的观众 都在给鼓励进行加油呐喊 我培养了两位徒弟 因为是沙坛刚才跟我一起交叉的 他一个是女徒弟阿迪西古利 在阿迪西古利 我们七年一开始已经出发了 我等这个中间等他 因为是阿迪西古利 我走的一千 师傅 只能你在香港死 我再能走 不然的话走不了 我知道我在钢石中间登他 他提出要求 电视面前的观众朋友们 那么加油给我们 好 给阿迪西古利加油 给阿迪西古利加油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大的挑战 作为阿迪西古利师傅 能够培养出男徒弟 又是又培养出女的这种做大娃子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大娃子 阿迪西特别看重这个 因为他觉得所有的徒弟当中 这个鼓励他的平衡感特别的好 因为他有18个学生 当时最后经过那么长时间的训练 他都打娃子的人很多 实际上真正的能够在高空表演 从心理素质各方面 这是要特别 哎呦 这是有希拉生的礼貌 希拉生你看 就在这些地方都要特别注意 阿迪西古利现在这样的红市长 飘飘的现在走过来 那我已经这次小蚂蚁一样看的呢 这是很远的地方过来的 那阿迪西古利 哦 像蚂蚁一样 哈哈 哈哈 他的其实非常担心 他现在真的非常最担心的 这个女生 因为虽然说 留在那个四个学生里面 阿迪西古利 就是习入了一个 另外另外三个全是男孩子 对 他走的 他走的 嗯 走的不着远 走的不着远 走的 阿迪西古利 用维宇来向他的两个徒弟来进行这样的一个 一个事宜好吧 好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湖南卫视湖南京市 在湖南棘首的矮寨 大家刚刚已经看到画面 矮寨大桥 为您现场直播的是 阿迪西矮寨高空走钢丝的大型挑战活动 呃 我是主持人梅东 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 我们请到的是新疆杂技团的团长 安妮瓦尔麦提 风力挺大的 他的这个你看 平衡杆 呃 作为女孩拿这么重的平衡杆 实际上走 走不了几十米就胳膊就酸了 阿姨向我鼓励呢 是一个非常要强的这样的一个 呃 女的打瓦子挑战者 今年已经是29岁了 她是有一个刚才为她介绍啊 已经有一个一岁半的小女孩了 目前呢也可以说 她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赶走350米以上钢丝的这样一个女打瓦子挑战者 呃 呃这次真的 嗯 每个记者都在问她你怕不怕 其事上她也说心里话还是有些担心的 没走过 她的技术上 这么高这么长的钢丝 她就说我担心就是钢丝拉的好不好 现在实际上她的大师兄呢也刚才也讲过了 钢丝拉的有的地方还不是很准确 因为她这个西拉山因为下面有的地方是这个山 有的都是株林有的是这个敲壁 不可能就是斜拉山拉的那么准确 有的可能要有一边是紧一点有一边松一点 这个因此他们走钢丝的时候 特别就是每走到哪一街的时候 都是不同的感觉 所以每一次在走钢丝的时候 也是需要大师兄在前面来带路 就是每一次要进行试走 阿西古里呢再跟着走 每次做的都很成功 今天阿德蒂的这个挑战 实际上她的最大的压力就是她的这个阿西安古里 因为这个女孩能走这么高这么远 这个是在全世界很罕见 基本上是没有的 今天阿西安古里的走出这一步 是打娃子的又一次这个飞跃吧 她穿着红色的战靴 穿着她喜爱的红袍 阿西安古里现在走得非常漂亮 大家可能非常关心她这个战靴 和她这个钢索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就是可能担心她这个战靴 是不是鞋底是用经过胶针也好 特殊的材质做的也好 而且我现在看了也摸过来 这个东西他们鞋底非常软 普通的下面就是一个胶皮 好多人也问阿迪里就说你这次要带着女徒弟走 就说这个挑战太大了 实际上阿迪里也是想就是为这个打娃子师爷 就是更加完美吧 是的 想着把她执拗带出来 你看高空一线呢 现在这个女孩正在350米以上的高空上 慢慢慢慢的在向她的师父走去 当然心里面有一种安全感在 可是阿迪里说培养一个女打娃子挑战者 现在是太难了 条件上呢肯定比男的要差一些 所以说这次阿迪里最担心的就是说 一旦出了状况或出了事以后 能不能马上保护自己 那么我问她如果真的出了状况 首先打娃子挑战者怎么来保护自己 那只有坐下 这个的风险太大 因为她一个人走的时候 她是一个风险 她现在三个人在钢子上走 这个实际上在难度到这个挑战 是已经到极限了 是的 在2007年呢 阿易夏古利和法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 还有包括日本的女打娃子挑战一起比赛 这个古利只用了37分钟时间 头顶十个青花瓷碗 玩着非常漂亮 但是其中那个日本选手 那个日本的女选手 每走一半就掉进了水里面 现在看着走的还是脚步还是软 可是平衡杆还是晃 晃得有点大 平衡杆 阿迪里和沙特尔可能现在保持一个 是一个相对的比较最稳最稳的 最扎实的走的 实际上他们俩的今天前走钢子 基本上是现在要顾他了 要顾他 沙特尔已经开始把平衡杆扛到江上走的 练打娃子非常苦的 古利也说小时候从14岁到16岁这三年是最苦的三年 经常哭鼻子 因为脚痛 心里也累 现在我们从这个分离画面上来看到 可能沙特尔离终点 离他所在的终点 也就是棘手岸的这个终点 差不多了 现在 爱项鼓利呢 走出了具体多远的一个位置 我们待会儿请导播告诉大家 用红外线测距离来测一下它的实际的长度 现在我们要等爱项鼓利 爱项鼓利 因为是爱项鼓利拿的那个树林拿的平衡杆 24岁 他一个女孩拿24岁重量的东西 很不好拿 因为在这么长的距离 一定要坚持爱项鼓利 好 阿迪丽也在不断的鼓励自己的女弟子 爱项鼓利 目前我们从这个画面上来看呢 鼓励走的还是相对的比较稳定的 鼓励也走的比较慢 他已经克服了当初那种比较紧张的心理 实际上他对他没走过来说是第一次走 实际上他走到每一步都是一个难度 因为他第一次挑战 他不像阿迪丽走到中间 他又知道这个感觉 有的时候多高多怎么走 对他我想他还是小心翼翼的 一步一步的在往前走 对他可能最讲的还是安全感 如果他从这个 从他这个位置和这个角度 往下面这么一看的话 对对对 那下面的动态的景物很多的 包括现场的观众也不一定的像 现在最近阿迪丽也很紧 也看着这个爱项鼓走 也很紧张 可是爱项鼓这个走 现在目前看起来还是比较稳的 当然我们也祝愿他去挑战成功 阿迪丽说我们就是没有任何保护的这样一个状态下 走达瓦兹的 有记者问他 为什么不加以保护呢 难道不怕出什么事情吗 他的回答就是 如果加了保护 那走达瓦兹还有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达瓦兹艺术里面最重要的这样一个因素就是 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 是因为他没有任何保护 他实际上挑战的就是这个 有惊险 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 阿迪丽特别强调说 要学会先坐下来 基本功里面有这一项内容 先首先学会保护自己 就像拳击一样 首先学会自己挨打 一步一步小心的再走 但是如果出很大的状况的话 今天从现场来看 包括阿迪丽他自己的判定 我觉得可能性很小 只是风到现在 随着我们的主流步时间 它现在越来越大 在我们的转步台的位置 已经感受到了三四级风 那么肯定在350米高空的一个位置 鼓励的群柏 不断被风在吹起 好 阿迪丽 再给他加油 达瓦兹挑战者 他靠的就是一种 非常好的控制状态 心理状态 一种心无旁骛的一种心理的这种模式 风在吹动着他的裙板 这个风可能也给他带来了压力 风也许带来了很大的变数 我们看 鼓励在调整自己的平衡感 他在用技术来控制 用他的基本功来控制 小心翼翼 每过一个节点的时候 他都要小心 他猜那个时候很小心的 这个风可能对他也印象 在山谷下 还有他很多的支持者 不停的在大声的呼喊 给他加油 这是 这个景象太美了 有点像一只蝴蝶般的飘移 飘飘 雨仙的感觉 对 阿姨夏目鼓励 在矮寨秀丽的风景当中 在350米高空上 和他的大师兄 在向着成功的目标走去 阿迪丽 阿姨夏目鼓励 夏特尔在我们的分离画面当中 大家看得非常的针肘 你看阿迪丽现在坐在中央的位置 在静静的看着自己的大土地 夏特尔向目标 成功的目标走去 而也在默默的 在为他的女徒弟 阿姨夏目鼓励来祈祷 而现在鼓励呢 正在一点一点的 按照他既定的计划 一步一步的 向自己的师父 走去要完成一个 在空中的 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一个空中的对接和交换 刚才他的大师兄呢 已经和自己的师父 做了一个精彩的一个交换 那么接下来要看他的了 目前来看呢 在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 在如此高的达到350米高空上的一个钢丝上 走过来的女达瓦斯的挑战者 蓝天 白云霞 阿姨夏目鼓励 正在缓缓地向他的师父 走去 阿姨夏目鼓励说 他今天的这次挑战 一定要穿上自己最喜欢的红色战靴 而且要穿上红色的战袍 因为他非常的 感觉到非常的漂亮 果然 在风的吹舞下 我们看到 阿姨夏目鼓的走地非常稳 我可以看到 他最勇敢的一个女孩世界上 阿弟弟说 他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女孩 没有任何保险身 情况下 他能走到350米的高度 长度1432米 阿姨夏目鼓励加油 好 这是一个非常淡定 也非常腼腆 但是内心非常有实力和坚定决心和意志的这样一个女孩 我们虽然说采访那时间很短 接触的也很短 但是感觉到 她是一个真的为自己的视野能付出的这样一个女孩 给阿姨鼓励加油 给阿姨鼓励加油 在给鼓励加油的同时 在给鼓励加油的同时 我们也向大家报告 现在 沙特已经离他的终点 离这次挑战成功的终点 还有300多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现在他很轻松的向前走去 我们也向沙特表达一种敬意 因为在整个的挑战过程当中啊 他是最辛苦最累的 他要架设钢丝 同时呢 他在钢丝上还要起到一个引领自己的女师弟 鼓励向前走的这样的一种大师兄的作用 阿姨鼓励曾经说最喜欢的这个大徒弟 今后在表演当中 好 他在耳朵有点累了 有点累了 受出汗了 看样子 以为他要做表演动作 扛起来了 扛起来了 这个动作以前呢 在达宝兹挑战当中 阿姨鼓励加油 也经常做 经常用 经常用 这个动作实际上也是一种走法 缓解自己体能的 因为双手双臂太坏了 在胳膊可以缓一下 30多斤重啊 实际上这个 扛上可能平衡 可能掌握起来 没有手上拿着好一点 好长 斜口气继续努力 加油向前走 阿姨鼓励 当时走的是一条 80米长 21米高的 这样的一个钢索 而且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 今天 在矮寨上空 350米高度的 这样的一个钢索上 如果 阿姨鼓励不出任何状态 的状况的话 可能会成为 目前最好的 唯一的一个 高空走钢丝的 女性的 达宝兹挑战者 走这么高度 这么长的这个女性达宝 我们需要时间 我们需要等待 因为他们必须的 按照自己的这种 常规的 这训练的技巧和方法 阿姨鼓励 说快 我已经感觉到 阿姨鼓励 还有三分之一的地方 已经走完了 还有三分之二的地方 还能再走 三分之二的地方 能到达我这个 中间了 阿姨鼓励 一定要加油 从电视的这个分离画面 我们来看 似乎双方 三分可能 特别是鼓励向阿地利走 这个距离可能是 很近很近的 其实 我们放眼望去 从现场来看 中间至少 还有几百米的距离 而沙特尔呢 已经向他的终点 慢慢慢慢走去了 沙特尔 快到终点 他也可能有一二百米 达宝兹的挑战呢 丝毫不能马虎 每一秒 每一分 都不能够松懈 除了自己做一个调整以外 必须要再继续的 鼓足气力向前走 今天这三个人 再一个人 刚上的挑战 实际上我看 这个阿地利 把萨塔尔带出来以后 今天又带着女学生 女徒弟 萨塔尔 从阿地利身上过去 也是在给第二个 女徒弟在带路 今天天空做美啊 萨塔尔 我看胳膊有点缓过来 因为矮寨大峡谷的上空呢 持续上也是属于 武林山区的一种气候 特别是在初秋时节 容易形成狂风暴雨 形成多种恶劣天气 在今天来讲 如果风稍微大了一点点以外 太阳非常好 现在萨塔尔离他的终点 大概还有100多米的样子了 准确的说是280米 这样的一个距离 我们在现场用 红外线的测距仪 来为大家报告最准确的数据 因为一旦钢丝出现 由于大风的晃动大雨 或者造成失火 或者出现浓浓 这样影响自己的事情 挑战会变得非常危险 一直在讲一下 阿迪丽一直在讲 阿迪丽走得好 离他还有300多米 实际上他我看 就是从萨塔尔 他们俩交叉以后 萨塔尔已经稳步 在走到终点 实际上他对萨塔尔 已经是有信心了 基本上阿迪丽今天看样 最担心的也是阿迪丽 因为阿迪丽挑战这么长 这么高 对阿迪丽也是有很大的压力 阿迪丽心里面 悬在嗓子里的 这颗心可能是掉下了一半 阿迪丽走得非常稳 真的不简单 可是我觉得他走得 好像比咱们在刚出来看起来 稍微放慢了一点 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面 达娃子项目这样男子汉的世界里面 阿迪项目鼓励 现在也同样的站在这样一起跑线 和挑战线上了 而且做得目前来看 还如此的稳定和出色 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 女达娃子的挑战者 现在萨特尔离终点还只有225米了 我们可能是做过一些 平时做过一些统计 大概有一秒两秒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不服频率 看到这些达娃子的挑战者 按照自己设定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在稳定的克服周边环境的影响 特别是克服高空当中风的影响 这里面包括对身体的这种冲击 还包括对眼睛视线的这种影响 有的时候就是他就是走得慢 实际上你作为女孩 平分杆他是也将近24斤 你胳膊的酸度和不一样 刚刚我就发现这个撒套 过完以后就开始扛上平衡杆 现在那个女孩到现在没扛平衡杆 对他可能胳膊的酸度 可能说也是很厉害的 阿姨不过得能够成功这个钢丝 世界上唯一的一个 做最长的钢丝走的一个女人 他这个阿姨不离这个兔子特别特好 也在鼓励着他 因为觉得这个女孩呢 哦 撒套 撒套现在已经有180米的样子 你这重点越来越近了 越来越近了 沙特尔的父亲呢 是非常非常坚信 阿德利家族的这种达瓦兹的能力的 坚决要把自己的这个儿子 要送给阿德利当土地 要做这个达瓦斯 这边一辈子的挑战者 也是一个达瓦斯艺术的传承人 这个阿萨特尔这个也是自己也特别喜欢达瓦斯 就是有很多人练达瓦斯的时候 可能有的时候时间长一点 撒套有练的时候 因为他练的时候 在当时也在我们新疆仔团的院子 刚开始初步练的时候 阿德利在给他教的时候 这孩子灵性特别好 他没有几天就能在钢丝上站着 哦 这是天赋 他完了以后 别人练功 他练了两三个小时不愿意下来 他不愿意下来 就愿意在钢丝上 因此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打瓦子 以后就很好的一个打瓦子 07年的时候 在韩国比赛就拿下了速度跑的冠军 当时比美国的选手要快 大概有11秒左右 阿地利在等着 好的 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湖南卫视湖南京市 在湖南集首的矮寨 为您现场直播的 阿地利矮寨高空走钢丝大型挑战活动 欢迎您继续关注 今天呢我们在现场 请到了新疆杂技团团长 安妮瓦尔麦麦提 在今天的解说嘉宾 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 这是阿地利的爱图 沙特尔 阿姆多沙特尔 已经接近他今天挑战的终点了 大概还有一百多米的距离 现在他正在充满信心的 把平衡杆从肩上 又握到了自己的双手当中 要使劲很大的气力的 向终点一步一步坚定的走距 今天整体完成的不错 对沙特尔来讲 这次来到湖南矮寨 收获应该是费最丰富的 他知道在高空峡谷之间 怎样来架设钢丝的稳定性了 同时呢 他在走钢丝的过程当中 真的让师傅很满意 每个谢拉钢丝 都是由沙特尔 一个一个亲自检查 他现在不光是在打娃子方面 在打娃子 架打娃子技术方面 这娃娃也是属于是很专业的 其实古利也谈到了这一点 他说架设钢丝 也是他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架不稳的话 走的过程里面 出现一点闪失就不好交代了 因为这次在加上钢丝 实际上有一点时间短 他们刚好也是下雨多 你想前两天谢拉钢丝都没拉完 还在紧谢拉钢丝 实际上也是一个 体能耗费是非常大的 现在这150米 对沙特尔来讲 是真的非常艰难的150米 这就像是一场马拉松 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要使进浑身的气底了 要靠自己平时的体能积累了 但是报告给大家的是 打娃子挑战的活动当中 真的我们无法预测 前面一秒会发生什么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沙特尔的画面 同时也要再来关照 我们的古利 现在走的怎么样了 而且师傅正在坐在 这个钢丝的中间的位置 他要左边看自己的爱徒 是不是已经到了中间 右边还要看一下 这个古利能不能 已经很快的接近他 风越来越大了 现场的风越来越大了 这个对古利来说 可能增加了很多的 不确定和难度 阿迪利最先考虑的就是说 三个人在走钢丝 会出现的那种 共振所产生的 威摆这种 作用以后 对他们挑战带来影响 但是现在恐怕已经过去了 对 阿迪利采用的一种非常 也是一种非常有效 或者是怎么说呢 是一种在钢丝中央 我一边再等一边的 把钢丝的这个稳定度来靠 一边等着ICM的往前走 一边又看 背后又等着杂坛安全的走 走完钢丝 它也起到一个重心作用吧 没事 沙特尔走向它的终点的时候 这个钢丝是有一个幅度的 有一个坡度的 大概是15到20度左右的 这样一个坡度 阿迪利采用现在走得非常烦 越来越跟我紧了 我是当为它的一个老师 我是很自豪 我特别自豪我的这个阿迪利采用 现在他行不着急 也是老师 也是他的织女 一定要成功 阿迪利采用 阿迪利在一边 给自己的女徒弟家 就同时 我们看到了 鼓励的大师兄 阿姆都 沙特尔 正在向他的终点 坚实地走去 很累了 我看沙特尔 已经很累了 好 只有70米了 70米 我们在过往的直播当中 这70米曾经看到过 达沃兹的挑战者 出现了一些状况 但是 接下来 我们要看沙特尔最后的表现 我看沙特尔也要快到终点了 加油 现在我们看到沙特尔 已经逐渐逐渐 越来越接近自己的终点了 那么现在我们交给现场的 哲里瑞 请他来马上采访一下沙特尔 朋友呢 现在都想给他欢呼 那大家要都不感谢 现在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现在看到已经是 剩下的最后的50米了 可以看到呢 他的表情还是比较轻松的 而且刚才呢 会在 又给我们做了一个 积极独立用作 来 所有的朋友们 欢呼一下 其实沙特尔这几天呢 是非常非常的累的 因为呢 他要帮助师傅呢 去固定每一个节点 然后每天都要工作到非常非常晚 每天只能睡眠几个小时 而且呢 还要和师傅一起去慰问其他的徒弟 给他们去打气 所以这两天呢 可以说他的体力的透支情况 非常非常的大 尤其是今天刚刚完成了 这样的一个空中的兑换 那应该说对他有 这个非常大的挑战 现在已经是最后的40米了 像走钢丝的这种运动呢 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的 不到最后的一米 没有站在这个台子上边 谁也不敢说是成功 那他的师傅阿迪利呢 就曾经在一次 离中间只有几米的地方 很不幸摔了下去 受了伤 所以让我们大家 在最后的这个瞬间 他开始加速了 他开始加速 让我们到最后的时间 一起来为他祝福 为他爱情愿 20米 15米 10米 10米 哇 欢迎你沙特尔的英雄 哇我的兄弟 哇累坏了累坏了 快把水拿过来 感觉好吗 好 还好吗 还好 感觉体力怎么样 太厉害了 昨天就我的树上拉上了 啊 快赶紧赶紧喝水 谢谢 加油 加油 感觉今天在挑战的过程当中 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最难的地方 我们三个人走港式 三个人 二十个里 就跟我后面出来的时候 就港式 晃得太厉害 晃得非常的厉害 我刚才发现在最后的时刻的话 整个山谷当中的风突然变得非常乱 对你有没有影响 影响 太影响了 有的时候疼 有的时候 出来碰就去我 就 几次我出来碰的时候走山 我刚我今天看到直升飞机的驾驶员也非常兴奋 飞得离你们非常的近 那个罗燕奖在你头上吹的时候对你们有影响吗 其实有一点影响 有一点影响是不是 对对对对 我们当时看的真是惊心动魄 接下来我们看到呢 这个阿迪丽先生还有鼓励 他们两个也快要接近了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鼓励讲的 我在家里说 阿迪丽老师鼓励点 你们用安全的拼下来 走下来 你担心鼓励吗 因为这是第一次女子来挑战1400米这么长的钢索 有没有对他有没有担心 担心 我记得昨天的感谢担心 就是女孩这么高的地方 世界上没有走钢索的女孩 她就是现在这么高的地方 她一个人走 就是我有点担心 我希望她安全的走下来 是的 现在我们看到沙腿已经是成功了 我们希望的他们两位的能够 接下来的这个导演当中 也能够成功的到达安全的这个彼岸 好 好 谢谢你 好的 我们祝福沙腿 也祝贺他 今天呢 首先完成了自己的挑战活动 注意大家来看一下现场 先就在李瑞采访沙腿的时候呢 在山谷里面突然出现了 一股很强烈的气流的变化的这样一个状况 这股风呢 导致我们从现场看 这股风导致了古力只能在原地站立在那里 不断的来调整自己的平衡杆 现在对古力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条件出现了 那就是山谷里面的风 实际上萨塔尔在冲刺的那个几十米的时候 整个一跑钢丝整个都颤起来 当时阿迪丽就感觉到钢丝那里头已经晃了 开始给让阿迪先稳住 稳住 当然我们今天是这个电视把镜头切到这边 可是那边他的停下肯定是这种不好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湖南卫视 湖南京市 在湖南棘手的矮寨 为您现场直播的 阿迪丽矮寨高空走 钢丝大型挑战活动 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呢 这是阿易夏姆古利 他正在 在钢丝 在挑战钢丝 这个非常艰难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 努力的正在向前 来进行克服周边环境对他的影响 一点一点的向他的师傅走去 那么今天呢 担任我们解说嘉宾的是 来自新疆杂技团的团长 安尼玛尔麦迈提 说实话到现在 我们有不知不觉的有些紧张了 从开始就担心的是 对你 阿易夏 鼓励他的 因为这个 他的 女孩对自我保护啊 各个方面 尤其是高空这个方面啊 一般的就是说 他比男的可能要稍微弱一点 这个我觉得阿迪丽 自己让他的这个侄女 他的学生 能够带出来 走这么长这么高 阿迪丽现在也比较着急了 阿迪丽在鼓励他 说是你走得非常好 非常稳 阿易夏姆古利 跟我越来越紧了 你们可以看到我们 阿迪丽也终于起身了 而且向他的 阿迪丽也非常激动 觉得他越来越近 我在刚上面 第一次见面 我的这个女徒弟 哦 对 他们俩第一次在这么高 这么远 第一次见面 在1997年的时候 阿迪丽成功地跨过了长江三峡上 640米长的 很听听鼓励的声音 他说是不是他们忘了把我的话筒打开 我现在讲话 你们 现在我们听到了鼓励的声音 他说你走得太好了 你怎么样 其实呢 一直以来鼓励也不要忘记了 所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包括我们现场直播的所有的团队 这些现场的所有的我们的朋友 都在为你进行鼓励 这是历史非常惊人巧合的一面 在1997年 阿迪丽走过了长江三峡的 那个640米的高空的钢丝 那个时候鼓励还很小 只有14岁 他仰望着阿迪丽在天空当中 怎么样来进行挑战成功的 而今天 他却常不能和自己的师父坐在了一起 阿迪丽在给他讲 就是你走得非常稳 非常好 你是在世界上最胆大的 走得最高最远的这个女大娃子 他的这个徒弟也在讲 他说谢谢师父 能把我亲自带在这个钢丝上 哇 这是多么温馨 多么感人的一面 师徒两个人在350米高空上侃侃而谈 而且是经历了那样惊心动魄的时刻 师父的提在嗓子眼上的心 现在呢 还是只落了一半 你看师父多好啊 不仅要鼓励他 安慰他 同时呢 给他调熊脉 调这个花皮 他说没事 还在不停地在讲 他说那个啥 他说风也大 眼睛有点酸 所以 对视力受到的影响 他说没事 我们倒是祝愿现在师父两个人在这么高空的位置上 好好地先歇一口气 他们俩在商量 我们怎么过 他说是 我还是 阿迪丽说是 一般的你说他不可能再踩女孩过吧 阿迪丽说是他躺下 他躺到哪个位置你比较合适 他说是我踩你好不好 他说是 那是不是对师父的一种不同基本或者说 他这 阿迪丽这次把他带出来 是自己亲自带出来 而且亲自走在这个钢丝上 又看着他 又亲自自己躺下 又让他从他身上 好观众朋友们 现在阿迪丽 现在师父阿迪丽要做好一个平躺的姿态了 这阿迪丽太厉害 第一次走钢丝还要挑战这个这么大的难度 我觉得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真的不容易 现在好像从这个姿态上来看 鼓励现在很有信心 当他看到了自己的大师兄 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动作以后 他肯定 也激起了他的斗志 对 好 他要 阿迪丽要躺下的 阿迪丽 好 观众朋友们现在要看 最紧张最激动这个到来了 现在 阿迪丽鼓励要踩着自己师父的胸膛 要过去 别紧张 稳住稳住 这个时候不容易有任何闪失 对 我们屏住呼吸来看看 不要晃动 不要晃动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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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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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他说你往前走 太好了 如果真的要出现点点闪失 或者这有可能真的是安全 阿迪丽在鼓励他说你走得稳一点 走得非常 他说你放心 他也感觉到这个地方的景色很美 成功了 成功了 我们给阿迪丽鼓励来进行鼓掌 而且对于这样一个女大瓦子的挑战者来说 刚才过了一个非常精彩 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转身动作 可是 那接下来他还有很长的动作 对 因为他这个女孩拿这么长的冰魂肝 他而且走得比任何大瓦子走得慢 实际上他这个我估计 胳膊啊胳膊已经是早就酸了 体能非常 刚阿迪丽就问他 你一定要走得稳一点 他说你放心 听到了他的喘息 现在阿迪丽鼓励已经过完了 我最担心的一个 这个怎么绞杀我们两个 今天阿迪丽鼓励很成功的已经 好 今天阿迪丽也非常辛苦带着两个徒弟 黑暗一个徒弟 走到这么早的地方 在钢丝上劝交钢丝 还要宣给他们安排 还要让他注意 现在我们看到完成了以后 阿迪丽开始夸了 那我的成功就是土地的成功 土地的成功就是中国人们的成功 嗯 他这是最这个 那在阿迪丽鼓励的过程 鼓励的这个挑战前面的距离还有600多米 在这个过程里面 会不会出现一些走滑的现象 或者风力给他带来了影响 包括视力和对他身体的冲击 等等这些可能性都存在的 1342米的钢索 虽然已经过了一半 也完成了这样一个交换的动作 但是前面还是步步进行 所以他们叫这个美丽的环境 都我能一个看到 可以看到 阿迪丽鼓励呢 不断地告诉我观众朋友们 这里面非常的美 而且他也欣赏 他也欣赏着这里的美景 达瓦兹艺术和这里的风景 秀丽的风景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真的今天是非常 让人感觉非常开心的一个时刻 刚才他们过人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阿迪丽的这个 基本功和 这也是非常棒的 可是作为他现在就是走这么长 这么远 从他的体力 从他的这个掌握 就是也特别要注意 因为你不可能说是 你走的这个 每一段都是一样的感觉 因为前面你把 他因为刚上钢索 第一次上钢索 有可能在过阿迪丽的时候 很多的体力都也许用在那上面 现在他感觉就觉得 他出气啊 这方面是非一样 师傅不断的在给鼓励 带来鼓励 阿迪丽今天最兴奋的是 一个ICM鼓励的这个走钢索 而且是走得这么稳 也在鼓励着阿迪丽 师傅从心里面 也真的是祝福两个 在挑战的过程 生涯的 真的能够 安然无恙 都能成功 大家都支持你 鼓励 而且大家万众瞩目 期待着你 今天能够在矮寨的上空 在350米高度的这样的钢索上 完成自己的一次精士创举 我们也希望你平安 希望你无恙 而且希望你表现的更加出彩 虽然我们也知道 你的体力 已经有了透支 而且你在努力的克服 周边环境给你带来的影响 我们也知道 达夫子挑战 在他的历史上 也出现过很多次不幸 像包括1990年 在阿迪丽 7月1号生日那一天 当时是只有19岁的阿迪丽 在上海表演 可能也只有15米高 那个大绳上 由于绳的质量 和出现了没变的原因 他突然断了 他现在 希望我的所有的观众和亲人们 祝福我吧 我会成功的 祝福 我们从这个话筒传来的声音 已经感觉到了 阿迪丽摩护利 现在已经身体到了一定的程度 而且特别出现了紧张 那个状况 我们要祝福他 我们每个人为他祈祷 希望他能够坚持 坚持 把这个走下来 再坚持 对于女打蛙子来说 这是一个大的挑战 天哪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只要一回头 就能看到现场 这根架设在峡谷之间的 这条钢绳 它的前面还有那么长 它只走了前 整个钢绳的三分之一 多一点点 对 而且现在我们听到 最让人感情的就是 她在用赞美之词来 可能来疏解自己的紧张 这种状态 是的 确实很美 蓝天白云之下 阿姨夏姆鼓励 这位来自隔壁滩的 像美丽的蝴蝶一样的姑娘 在350米高的钢索上 在向前艰难的 一步一步的 向她的目标走去 阿姨夏姆鼓励曾说 我这次在湖南矮寨的挑战 就是给师傅 给阿地利 一个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 阿姨夏姆鼓励加油 现在阿地利的 很多同行和弟子当中 包括阿地利 沙特尔 也包括现在我们看到了 阿姨夏姆鼓励 还有亚克福江 亚克福江 等等这些 优秀的大瓦子的挑战者 真的在这个项目上 为了传承这门艺术 付出了非常多的 艰苦卓越的努力 现在从现场来看 时间已经接近中午了 但是夏姆鼓励的气候变化 是无常的 现在风力很大了 现在风很大了 我们从古力的服装上来看 风吹着她的裙摆 不断地在变化 阿地利曾经说 古力作为自己姐姐的女儿 她在达瓦子艺术上有天资的 而且她走的过程特别稳 小的时候就下了决心 一定要学这个大瓦子艺术 一定要走钢丝 在钢丝上来展现这种经过风采 但是培养一个好的女大瓦子 可能是太难了 他们自身的身体条件 或者说整个的这种技能条件 可能比男性要差一些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沙腿走得很快 民间大瓦子里面倒是有这个女的大瓦子 可是也是很少 可是走这种长度和高度 这是比较罕见的 当然阿地利为了培养她 她在这十几年一直在走一些一点一点的加高 走一些一点一点的加长 走到今天自己亲自把她带出来 而且亲自鼓励着她能够走这么长的钢丝 我觉得这个阿地利也在讲 这在世界上也有320米的距离了 能320米的距离能到达这个 阿地利也快到了 阿地利今天在钢丝上在最长的一个人 她在钢丝上已经待了有多小时了 实际上她又顾着两个徒弟 你可以感觉到她喘气都和钢丝会 从这个镜头上我们可以看到 阿地利的眉部 走路的这个姿态 你看走钢丝的姿态 你想走钢丝 实际上走钢丝这个 大家可以看的就是阿地利他们走的 这个给人感觉好像很随便 实际上你要是自己试的话 你在家里 你弄一个 不是 你再拿个绳子 割到绳子上 你就割到地上能走直 我觉得这都是难度 别说在钢丝上的一种找平衡 这个大家可以在家里铺绳子 可以试一试 你就能不能把这个绳子踩直 有时候我们自己走在屏路上 也可能还出现一些状况 比如说走在屏路上 是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我们也提醒 现场所有的电视机线的观众朋友 也不要轻易的模仿 轻易的模仿这种 专业的打瓦图的技巧 今天不管 阿易西鼓励 怎样完成他的这样一次挑战 至少目前他已经成为 还没有第二个 可以在350米高的 这样一个高空钢丝上 走过的这样一个大瓦子 挑战者 你们好吗 阿易西对边的这个老百姓在打招呼 看 看 好 经济独立 给他们也表演一个 看 如履平地一样的 这个 因为在看电视转播 它有一种总有一种屏幕的隔膜 我们无法真实的感受 画面给我们带来的这种 可能是美感更多一点 但如果到现场来感觉的话 我们的转播台就架在了 它这个 这个高山之上 而且紧挨着的就是矮寨大桥 我们只要往下一看 这根绳索就横跨在峡谷之间 它的东岸就在棘手这一边 它的西岸已经跨到了 整个湘吉公路的 那个开路先锋的纪念碑那个位置 那个纪念碑 也是为了纪念 为修建湘吉公路而付出的自己青春热血 甚至生命的那些建设建设者们 为他们而立的悲 他说谢谢我的母亲 他说你是最伟大的 今天我走在这 我为你自豪母亲 这是献给你母亲最好的祝福 下期 其实真的 这些打法子的挑战者 他们的亲人 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妻儿 最最为他们担心的 每一次挑战 我曾经问我说阿迪利这次你的妻子没来 都是这次真的没来 不光是他们的亲人 就是说是我们很多人也在劝着阿迪利 说是你不要再走了 因为阿迪利你是人大代表 你也走了很多的山 大家都在揪心 因为大家特别喜欢 因为他每次走 大家都在揪着心 是没有情况 当然阿迪利是为了 这个推动打瓦子事业 打瓦子的发展 在培养新人 因为他也是我们国家这个打瓦子 国家级的传承人 其实一望几十年的时间的过去了 正是用自己的坚持和信念 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 在全国各地的舞台上发现 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这种坚持 这种努力 这种信念 就是获得了这种尊敬和成功 只有奋斗才能改变命运 只有奋斗就能改变命运 现在我们听到传来的呼吸声 这是来自艾夏姆古丽的声音 我们再回头望一望 就这转瞬间 古丽又向前行进了至少又一百米 在崇山峻岭绿色演艺之下 传奇传奇现在他好像也很累 很累 阿姨夏姆古丽 艰难地向终点 咬牙地坚持走下去 你可以从他掌握平衡杆 那个感觉 就能感觉到 平衡杆是有一点 今年注定应该是属于达瓦斯的 他每向前走一步 都要克服风的阻力 也许就是老天对他的一种考验 本身这次挑战对他来讲 这个长度和这个高度对女孩 而且刚才在中间又来那个 和阿地利一个大的转身 我们从现场目测了一下 应该至少还有六七百米的 这样一个距离 在走到中间位置的时候 体能已经出现了一些透支 而且精神上也容易被分散 特别是周边的环境 对他可能也会多多少少产生一些影响 包括他自身呢 是要靠什么一种意念和信念 来坚持鼓励自己往前走 阿地利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走钢丝的时候 几乎是差点忘了我自己 像阿地利这样子 打瓦子这个思念长的 他能掌握从体力消耗各方面 他能掌握到 不能说是太透支在前面 他会把这个用到平衡 整个用完体力 像他们年轻的打瓦子 可能在前面 可能他在一种兴奋状态 精神高度集中状态 可能他到后半部分 从体力啊各方面 阿姨项目鼓励了一种非常好的荣誉感 他对这种坚定的信念告诉了自己 我今天终于走出来了 而且我自己走 到了这个程度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这一点要谢谢支持自己的妈妈 也许他的信念当中 此时能够支持他的 就是亲人给他带来的这种鼓励 也包括我们现场的观众 所有的观众对他带来的期待和鼓励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是湖南卫视 湖南京市 在湖南棘手的矮寨 也就是矮寨大桥的 下面为您现场直播的 阿滴利矮寨高空走钢丝的大型挑战活动 我是主持人梅东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 我们还邀请到了新疆杂技团的团长 安妮瓦尔麦迪 来担任今天的解释嘉宾 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是崇山峻岭当中的 我们转步台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其实我们现在真的非常 最担心最关心的还是 阿姨项目鼓励 能不能在接下来将近600米的 这样的一个距离面 很累很累了 但她的依然是那样的美丽 你看她的胳膊 在掌握平衡杆的时候 就感觉已经垂下来了 就稍微 这张平衡杆按道理稍微的厌一点 那她这样往下垂 这说明这胳膊是很累了 她为了创造一种完美 团长她会把平衡杆 也像大师兄那样 干脆把它背在这个肩膀上 她会那么走吗 那个是一般的 有一定的难度的 有一定难度的 再加上她这个第一次走 她这个还是 现在最要命的是 你看他们南 萨塔尔和阿迪利走的时候 他们走上一段都在休息一会儿 再走上一段休息一会儿 你发现今天这个 鼓励始终没有休息 鼓励始终就是在从头走到这 他都没有休息 只有一次站定在那里 我们注意到了 就是萨塔尔在向这个终点跑去的时候 她的绳索出现了一些共振和晃动 那个时候师傅大声的喊着 鼓励鼓励 你要先站住 你要稳住 而且现在最要命的是一点 鼓励在向她的终点方向走去 也就向了棘手岸 也就东岸的方向走去 她的师傅 向她背离的方向 向着先锋 那个开路先锋的 那个纪念塔的方向走去了 她再也听不到自己师傅 大声鼓励自己的声音了 这个时候要靠她自己 要靠她自己来完成接下来的路程 大概还有 大概还有600多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当镜头拉开的时候 大家可以真正的 有了参照系以后 你可以看到了 这是 矮寨下面的山谷 我们称之为就叫 德航大峡谷吧 德航在苗宇当中是美丽的 美丽的大峡谷当中一部分吧 我们看到 峡谷之间 一根冰冷的钢索横空飞驾 听到的声音 不是风声 看到的是画面 看到的是一个女孩子 走在这个钢索上 她的喘息声 她在一步一步的 而且不服 很准确 不服的频率呢 也很稳定 再调整自己的呼吸 大家注意细节 她这个双臂要控制自己 整个平衡杆的摆动 还要随时来进行调整 哇 真的是 常人无法 这个作为女孩 这个有点 挑战这个难度有点大 真是有点大 而且她 今年29岁的阿姨夏末鼓励 是阿地利现在唯一的一个已经可以进行大型票上的女途了 你们好 这是阿地利在向观众 进行沟通和交流 她只有 不到百米的距离了 她离终点已经不到百米的距离了 阿地利现在开始加快了自己的脚步 阿地利在往上走的时候 她尽量的注意着 钢索不要放 她在给她的 女途的创造最好的一个环境 刚才塔塔尔跑的时候 其实上她是因为跑的动作可能有点太忙了 塔塔尔没想那么多 他没想 做大师兄的也没想那么多 不像师父 他想的很细 所以 鼓励就说 要怪这次整个 要怪就怪大师兄 你们好吧 阿地利要到中间了 阿地利这次挑战 不光是挑战这个 带着两个徒弟 还挑战着 阿地利一定要加油 挑战着各种各样的小摄像 又在她的平衡杆上 又在这衣服上 阿地利这次见到她以后 真的是我觉得 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男子了 而且特别的 具有一种大哥的风范 你看她的发型 从来都不会发生改变 而且她现在 阿地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可能已经不到100米的距离 我甚至能够清晰的看到 她脸上越来越轻松的表情 而且在走向咱们这个 观众席的地方 她不断的向观众挥手 来表示自己这样一个 喜悦的心情 是的 41岁的阿地利 有理由让我们感动 因为她自三年前 在卡纳斯挑战 高空走高斯之后 她跟我说 她就再也没有碰过平衡感了 这次再次踏上征途 而且完成了1432米的 全新的长度 这不仅是刷新了 自己的最新的记录 而且是完美的展现了 整个湘西美景和人类挑战的 完美结合 那么现在呢 她逐渐的走到了 离我们只有一个节点的位置 已经大概只有50米的距离了 现场的所有的目光 都看着同一个方向 阿地利 好 我想现在阿地利的脚步 是越来越快 我想她急着 要回到咱们这个 终点的位置的时候 不仅是要迎接 属于她的胜利的掌声 和欢呼声 我想她现在可能 更加急着要回头看 看自己的爱徒 鼓励 还在线上 征战 加油阿地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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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提前响起了欢呼掌声 哇 一个人胆大 她向观众朋友们示好 我爱你们 那么好 阿地利在钢丝上 向大家大声地说 我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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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她加快脚步了 她跑向终点 加油 20米 10米 阿地利好样的 哇 勇者归来 你想想她平衡感上 还带着一个摄像头 这么重的设备 真的是勇者归来 一个人胆大 哇 哇 你看现在阿地利走完之后 她的首先就是要望着钢丝 看着自己的土地 一下目鼓励继续挑战 这是她心之所往 她受到了当地群众最热烈的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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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阿地利一直望着钢丝的方向 因为她的爱徒啊 一下目鼓励还在线上征战 我想这就是达马兹艺术的精神所在 在这边细细的钢绳上 不断的有新人走上去 有老人在前方呵护着引领着 这种记忆才能代代相传 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让我们为他们加油为他们喝彩 阿地利曾经跟我说过 她一个人的成功 不算成功 必须是三个人的成功 才是完美的结合 我们期待阿姨项目鼓励 最终走完她的征途 期待三个人的完美收官 好的主持人 我们继续来关注 再关注鼓励 她已经在向她的终点 对 她越走到终点 打了个招 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在今天的高空当中 我们看到了鼓励的风格 还有一百二十米的距离 这就意味着一个新的 女子达瓦斯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纪录 就要诞生了 而且在矮寨的上空 所有的我们所有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都在期待着阿姨项目鼓励 这位来自帕米尔高原的美丽的姑娘 能够在她的挑战当中 第一次在湖南矮寨的挑战当中 获得完美的成功 在今天的真诚里面 她表现出了很令人感动的那种 特有的那种特质 她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她要感谢她 把这个最好的礼物送给她 而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她也特别说 要把今天的成功 作为一个最好的礼物 出现给自己的小女儿 录 她叫小女儿 才一岁半的小女儿 有点累的 爱香味有点累了 看那个转气 我们现在就不管她怎样 她能够安全走过来就行了 慢一点她最好是慢一点 她已经学了15年的达瓦兹 今天这个时刻对她来讲 是整个的征战历程当中 她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动作 她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动作 你看她的实力也真的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刚才把平常人搁的搁到腿上 稍微让胳膊还好 现在她的体能正在接受的最大的挑战 就像也要进入到重刺阶段了 而且在这个时候 我们听到她的呼吸 今天这个阿迪利 这个两个徒弟和阿迪利三个人走 这个本来 本来就是从来没有过的 也是一个世界上 也是一个像基尼斯 又是带着这个女徒弟走这个季度 走这个难度 而且可以带来了很多的悬念 我觉得她们这个打瓦子非常完美 非常 矮带大桥 一桥飞驾空气 天天变动度 现在我们看到 她现在说最后的两个点了 他们一般的在 两个节点 对 打瓦子的谢拉生 她当做一个点 两个点 她现在还有两个点 实际上看这样 还有两个点的话 可能也就是五十多米了 那就是这样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此时此刻我们 也非常非常的激动 因为应该记住这个时刻 阿迪利和他的两位弟子 用过人的胆识和毅力 又一次为着 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 达瓦子艺术 书写了辉煌的一笔 而且也在湖南的湘西矮站 又为达瓦子书写了一段新的传奇 而且师徒三个人 为达瓦子挑战一根钢丝三人行走 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又带着女徒弟第一次走 现在我们要把鲜花和展身送给这个 第一次我们看到的 女达瓦子的挑战者 即将要完成她的征程了 而且她是完成的那样的精彩 那样的动人 那样的漂亮 现场的观众已经迫不及待 用压格西来攻击她了 现在的距离应该是在六十米左右 如果说她可以成功的走完这六十米 她将会又创造一项世界纪录 成为我们全世界走钢索走的 最长的一位女子选手 一千四百米 好的 现在现场的记者李月要采访 采访阿姨下面鼓励了 祝贺你 阿姨下面鼓励 杨夕 杨夕 我加油加油 谢谢 我现在的鼓励 离我们还剩下最后的五十米了 如果她可以成功的走完这五十米的话 她将会成为我们全世界第一位 能够走完一千四百米的一个女选手 又将创造一项新的世界纪录 现在是四十米了 我看到她的表情非常的放松 而且刚刚还这个有时间给我们 大家做了一个表演 对对对 这两天你跟她在一块的时候 她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她说的是 她说 我做钢索的时候 做几个动作 今天可能她完成了 完成了 她上钢索之前 是 她今天上钢索之前的紧张吗 现在只有三十米了 上钢索之前紧张 现在就不紧张了 哇 从这里看过去的话 鼓励非常非常的美 还有最后的二十五米 哎 她很放松 她在微笑 她成功了 是的 是的 她马上就要成功了 哦 哇 又跟大家做了一个欢呼 二十米了 最后的二十米 最后的二十米 哎 刚刚我看家里边刚刚打了一个电话 沙特尔 呃 是谁打来的 我给爸爸打电话 哦 他开始跑了 他开始跑了 我们今天三人在高空 一千四百米行走换位 要稳一下稳一下稳一下 因为这个时候突然在我们山口 有一阵风刮过来 有一阵风刮过来 小心最后的 还有最后十米 最后十米 哇 我在这么近的距离可以看到她脸上的汗 的确对一个女子选手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挑战啊 还有最后的两米 完全不 control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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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欢迎你我的英雄 来 鼓励 鼓励 喝口水 来 鼓励 喝口水 感觉好吗 感觉好吗 鼓励 来 我们往前面让一下 让一下 我们让一个安全距离 感觉好吗 我觉得还可以 你在钢瓷上面非常非常的美 而且呢 恭喜你 创造了又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恭喜你 谢谢 谢谢 我可以抱你吗 可以 恭喜你 恭喜你 在这个时候 一定是特别特别的开心 你现在想把这份喜悦跟谁一起来分享 我这个 我想说跟阿迪丽哥哥谢谢 他让我给了这么大的一个机会 是 我看到那个阿迪丽哥哥呢 在你还有很久的距离 要到达终点的时候 我看到他应该可以上去 但是他一直在等你 因为只要你在这上面 他就不放心 当他看你到了一个安全区域的时候 他才会往上面走 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 是这样的 是 听说你有一个一岁半的宝贝 这个时候是不是想跟他说一句话 牛儿 你好 我这个成功 这个成功这个礼物送给你 你长大以后跟我一样走钢丝挑战 是的 那在今天呢 祝贺我们的这个三个人 今天都是在高空当中的一千四百米的钢丝挑战成功 而且在空中进行了非常难的三个人的这个换位 在这边祝福你们 祝贺你们 压力 来 压力 对 压力 好的主持人 终点的位置 阿迪丽一直在守候 当他知道自己的徒弟 刚刚最终已经走完了全程 代表着完美的一个收官之后 阿迪丽和全场的观众一起 真的是爆发出最热烈的一个掌声 阿迪丽现在想采访一下您 昨天晚上一直跟我们说 说三个人的成功才是最终的成功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 因为是我们又 昨天一晚上都没有睡好 我觉得我也担心这个女徒弟 因为三个人同时走 这个钢磁的摆动很大 能不能能成功 今天我们这个电视面前的观众 给我们给的好的祝福 在我们三个人平安的走完 我现在的心情 最高兴的一个心情呢 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 感谢我的两位徒弟 特别感谢我的这个女徒弟 他在1432米的距离能打破新的纪念斯纪录 没有任何保险上350米的高度 他唯一一个走高空的女人了 我特别感谢我的师父 今天我这个心情 我们我相信中国人没有找不到的事 只能我们努力 什么都能找到 好 好 那阿丁丽我还想代替观众朋友 问一个他们最想知道的问题 就是这次挑战成功之后 你们的下一个更新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下一个目标 能我们的这次全中国人们 现在这次我们需要一句话 我们要做到钓椅道 一定要做钓椅道 做我们中国的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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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激情 我相信所有的人跟我在一起 我刚刚看到现场的有几位 听到这个慷慨这样的表白之后 都眼泛热泪 那么这个纤细的钢丝 真的就是承载了这帮 达马兹艺术的传人的 一辈又一辈的这个梦想 而且有一辈又一辈的新人 不断地走上去 将这种记忆发扬光大 这是让我们最感动的地方 谢谢你们 感谢你们 谢谢 好的 主持人 你们好 我爱胡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旅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携手创造了达瓦斯挑战的一个一根钢丝上三人行走的这样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他们是新疆维族人民的英雄 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他们在钢丝城上可以说是舞者 也是高空漫步的精灵 这正是达瓦斯艺术蕴含的挑战自我 超越自我的这种精神 支持着他们最终走向了成功 我们对阿迪利与沙特以及阿迪萨姆鼓励成功挑战 矮寨高空走钢丝 表示热烈的祝贺 还有崇高的敬意 当然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安团长来到我们的现场 今天的直播节目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欢迎回到长沙演播室 那这里是湖南卫视湖南京市 正在为您同步现场直播的阿迪利矮寨高空走钢丝 1432米的距离 350米的高度 再加上两个小时的坚持 应该说今天上午我们共同度过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阿布作为这个阿迪利重大挑战项目的御用主持人 又一次面对成功了 面对一个新的记录有什么样的心情 还是非常激动的 刚看到采访我也是有一点热泪盈眶的感觉 不容易 不过呢 还是出乎我们的预料 我们猜测的是阿迪利 是采过他的两位徒弟 对对有一点点小小的插曲 对 因为这个阿依夏木鼓利他的出场比我们预想的稍微晚了一点点 对 但是并不影响今天这个挑战的精彩 对不过呢他们又一次证明了自己 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而且就像我们刚才采访当中那个阿迪利也说到 他这次的挑战是三个人共同努力的成果 只要有一方稍微出现状况就前功尽弃 对 我刚看我们最后的时候 那阿依夏木鼓利冲向终点的时候跑得很快 突然间一阵乱流过来的时候 他立刻停下脚步 那下次我们两个都吓了一大跳 捏了一把汗 对对捏了一把汗 幸亏最后大家都是稳稳的到达了这个终点 是的 那如果说你在现场主持的话 我觉得你会怎么样 给阿迪利一个大大的拥抱 对对对 不过在过程我会崩溃 但是我们对阿迪利对于这个沙特尔 还阿依夏木鼓利也充满了这个自信和信心 对 也很期待着通过这次的比赛能够不久的将来 又能见到他们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 新的记录 有没有可不给我们透露一下 接下来阿迪利他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挑战的项目 应该有 不过他们是很保密的 看来目前这个谜底还暂时不能够立刻为大家揭晓 是不是 是的 好的那么在这里也感谢阿布 今天参与到了我们这个直播 共同来见证了一场激动人心的三人 同时横跨一架钢丝的这样一个挑战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那么另外也跟大家预告一下 明天上午的十点钟 我们直播大时间又将会有精彩好戏上场了 同样是在风景秀里的矮寨大桥 还将会上演一场今天挑战 那就是全球六十多位极限运动爱好者将会从矮寨大桥进行低空的跳伞挑战 开伞时间只有短短的六秒钟 那么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真的无法想象 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那么在这里呢 再次感谢阿布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我们共同来见证阿迪迪的表现 明天的上午十点钟 我们的直播大时间再见 再次感谢阿迪迪迪 阿迪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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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